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懵懂小娇妻 第一集 怡灵 一条后巷内 魏公子 我们错了 请你原谅我们 几个高矮不一的小萝卜头 瑟瑟发抖地站在墙角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对着一个软萌萌的男娃娃 又是鞠躬又是道歉 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约莫五岁的小男孩 虽然衣衫褂褛 却没有半分邋遢丧气的样子 白皙的面颊上 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 睫毛又长又密 忽善忽善地像两把小扇子 手里拿着一根小木棍 捂得呼呼声微 错了 哪错了 小威英嫩声道 我们不该打你 不该骂你是没人要的小叫花子 还有呢 小威英仰了仰手中的小木棍 为首的那名小男孩 被揍得鼻青脸肿 他扑通一声 就跪倒在了地上 痛哭流涕 还有 还有 我以后再也不欺负其他小孩子了 再也不欺负任何人 再也不叫任何人小叫花子了 魏公子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行吧 打你 打得我都饿了 快去给我拿点吃得过来 小威英很是霸气地下令道 是 是 是 我这就去 被揍得浑身都疼的小男孩 如蒙大射 手脚并用地跑了出去 其他的小萝卜头 看了小卫英一眼 也一个跟着一个灰头土脸地跑掉了 他们错了 他们不该欺负这个小叫花子的 小叫花子太可怕了 此时 最先走掉的那名小男孩 看了一眼 还站在原地的小卫英 又缩回了脑袋 距离他们刚才所处位置十几米的小院门口 一只狼狗趴在地上 小男孩缓缓靠近 手里拿着一把剪刀 小心翼翼地不惊动狼狗 然后将绑在狼狗脖子上的皮质项圈 剪出了一个明显的窝口 地上的狼狗 感觉到有人靠近 动了两下 小男孩立刻收回剪刀 转身就跑 而此刻 小卫英正好在狼狗可目击的视线范围内 汪汪狗跳起来 对着他汪的一飞 然后剧烈挣扎了起来 他闻到了对他来说过于刺激的味道 小卫英吓了个半死 当场大叫了一声 眼看狼狗就要挣脱束缚冲了过来 下一息 乃英嘹亮 哦 救命 谁来救我 小卫英以惊人的速度往巷口跑 顾苏兰氏的宗主青横军已于今日抵达遗林 正游走于城内的大街小巷 他听到了男童的哭喊声和狼狗的狂吠声 瞬间脸色一变 闻声而至 小卫英一头撞在了他的腿上 头顶响起了一道清冷低沉的声音 别怕 没有狗了 小卫英摸了摸撞得生疼的额头 爽快地说道 不怕了 谢谢叔叔 清横军见着小孩丝毫不搅柔造作 顿身好感 不由问道 孩子 可以告诉叔叔 你叫什么名字吗 男人白衣抹额 身形高大 对于矮敦敦的小卫英来说 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 他下意识地昂起了小脑袋 回道 我叫卫英 卫英 你真的是卫英 清横军定定地注视着他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问道 你的父亲 可是卫长泽 叔叔你认识我父亲 小卫英睁大了双眼 吃惊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清横军笑了 我不仅认识你父亲 还认识你的母亲 小卫英没有想到 这个高大的男人 居然会蹲下身来 还蹲到了和自己 视线齐平的位置 眼带温暖笑意地看着他 甚至还摸了摸他的头发 这多少让小卫英的心 有了一丝波动 两个月前 他就知道了 自己的父母已经不在了 他成了孤儿 街上的人骂他 羞辱他 他就反抗 已经很久没有一个人 用长辈一般关怀的目光 看过他了 叔叔家里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名幻兰战 今年六岁 叔叔想让你做他的道理 你愿意跟叔叔回家吗 小卫英再次瞪大了双眼 为什么是他 他乌黑的眼眸里 多了一丝戒备 小小的身躯都紧绷了起来 清横军见原本软蒙蒙望着他的小卫英 在听到他说出道理二字之后 瞬间像只小刺猬似的 浑身戒备 心中顿时意紧 自己好不容易寻到了至交好友的孩子 怎能眼睁睁在看他流落街头 无论如何 都要护其一生周全 更何况 那人与藏色散人生前本就为阿战和阿英 定下了娃娃亲 思及此 清横军温声道 我的大儿子还好 性子柔和 很好沟通 叔叔现在头疼的是小儿子 不久前 他的母亲去世了 他越发沉默寡言 性情孤僻 你愿意跟叔叔回家 帮叔叔陪陪阿战 让他变得和你一样 开朗懂事吗 小卫英医症 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选中的他吗 在这段流浪的日子里 他深深明白 无视献殷勤 就意味着危险 只有等价的利益交换 才能让他安心 得知眼前的叔叔收养自己 是想让自己回家 帮忙管教他的小儿子 小卫英像个小大人似的 长长地松了口气 愿意 话由未了 忽然一阵咕噜声传了出来 小卫英下意识地捂住肚子 一张小脸红彤彤的 愣是把刚刚紧张的氛围给破坏了 清横军见状 笑得更深了 饿了吧 带你去吃东西 嗯 小卫英点点头 如果这个温暖的男人 愿意给他一种新的生活 那么他也愿意 跟他回家 至于管教那个小哥哥 对自己来说 应该不难吧 在失去双亲后 第一次 小卫英开心地露出了笑容 漂亮的眼睛 弯成了月牙 清横军神情凝重地看着他 孩子 让你受苦了 以后我就是你的父亲 父亲一定会让你平安长大 一生无忧 原本早就该去怡陵 寻找长泽和藏色的骨肉的 但因为 妻子的事担当了 小卫英眨巴着眼 娘亲说过 要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好 他抬起头 大眼睛里泛上一层薄薄的水光 我也会保护好父亲 还有两个哥哥 让你们一生平平安安 清横军淡淡笑了下 轻轻揉一下他的头 回家了 他拖起小卫英的腿 坐在他右手臂上 欲见而起 他的速度并不快 手掌挡在小卫英前面 卸去锋利 小卫英上半身靠着他的胸膛 右臂还着他的肩背 坐得稳稳当当 感受到了小家伙的信任和依赖 清横军心里一片柔软 云身不知处已在眼前 他们高高地立在云端 小卫英看到下方隐隐约约勾勒出一座座山栏的轮廓 薄雾掠过之处 隐隐绰绰 恍兮呼吸 近似仙境一般飘渺 小卫英名声秉息 搭在清横军右肩上的手下意识紧了紧 清横军抱着他稳稳落地 自山门石阶而上 小卫英感觉自己仿若置身仙境云海 寒室内 茶烟与燃烟悠悠邪油 茶色碧绿 清藤异香 清横军垂眸主名 看不出情绪 小卫英乖乖地坐在一旁 香甜地啃着糕点 心里却有些忐忑 两个哥哥长什么样子呢 他们会接纳自己 喜欢自己吗 不一会儿 蓝西辰就过来了 小卫英从他与清横军有些相似的长相 以及身高 猜出他应该是大哥哥 他哒哒地跑过去 抱住了蓝西辰的大腿 小团子太矮了 蓝家人个个都是大长腿 哪怕蓝西辰才十岁 小团子也还没到他腰身 你就是大哥哥对不对 大哥哥你好 我是卫英 今年五岁了 小卫英养着小脑袋 眨巴着一双好看的大眼睛 奶萌萌的样子 别提多可爱了 蓝西辰被可爱到了 作为蓝氏家主的继承人 他已被族中师长赐字 从小被教育得很好 不仅贵气天成 而且非常稳重从容 所以哪怕心中惊讶 面上还是非常沉稳 父亲 这就是阿湛的小道理啊 好小啊 卫英小大人般严肃点头 确实是太小了 不过 我能保护好父亲和大哥哥你们的 蓝西辰差点笑出声来 蓝大公子刚刚坐下 门外就传来一道严肃 蓝二公子的小胳膊 你就是二哥哥吧 我是卫英 小团子歪着小脑袋看着他 小肉脸奶萌奶萌 小蓝湛浅色的眼眸 定定地注视他 我知 有事吗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好奇 想看看你 小蓝湛见他不出声 以为小团子要人抱 他虽然年纪不大 但力气足 三岁时就开始练习道理 力气自然比平常孩子大一些 他蹲下身 把小卫英抱起来 面无表情地问道 这样可以了吗 小卫英 可 可以吧 小蓝湛正准备将他放下 小团子抱着二哥哥的脖子 冲得他脸颊 巴唧 就是一口 他在这个二哥哥的身上 嗅到了一股淡淡的檀香味道 父亲身上没有 之前他抱大哥哥的时候也没有 好好闻 既然是自己的道理 那管他呢 先打上他的标签 目睹这一幕的青横君 心都提了起来 小儿子有洁癖 非常爱洁 阿战平日里就寡言少语 性情孤僻 这门娃娃亲 他虽未拒绝 但也未必是真的接受 道理一事 他本想徐徐徒之 先让两个孩子慢慢培养感情 现在阿英直接请了他一口 青横君皱眉 大步上前从小蓝湛怀里 把魏英抱了过来 阿英是喜欢你 小蓝湛缓过神来 手指在脸颊上轻轻一划 指尖多了点点失忆 意识到那是什么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偏偏小团子丝毫没有自知之明 还冲他笑得格外灿烂 蓝西尘忍不住出声 阿湛阿英还小 你别和他一般计较 小蓝湛嘴角动了动 眼神意味不明 二哥哥 你不喜欢吗 小卫英很是难过 小蓝湛转头看向身边的小团子 萌萌的样子 让人拒绝不了 大眼睛里的泪水打着转 仿佛只要他说不喜欢 就会掉落一半 喜欢 冷淡无波的话语 是个人都听得出他不喜欢 随后抬脚离开 三个人面面相去 室内落针可闻 蓝西尘率先开口 父亲 您去忙吧 我来陪弟弟 清衡君点点头 轻轻拍了下他的肩膀 叹息着出了房门 小卫英大大的眼睛里 蓄满了泪水 第一次见面 他就不喜欢我 为什么 就因为我亲了他一口 蓝西尘拉着他坐下来 其实 你们以前见过的 小卫英很是吃惊 什么时候 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蓝西尘艰难地道 这件事 我也是听母亲告诉我的 藏色伯母和母亲交情深厚 当年还怀着你时 就为你和弟弟 定下了娃娃亲 他说 无论生男生女 也不论嫁娶 只论情义所属 你才几个月大时 伯父伯母来到蓝市 那天 母亲抱着弟弟 去看他的未来道理 当时 小卫英尿湿了 魏长泽帮他换尿布 看着儿子软啪啪的小茶壶 忍不住捏了捏 就见小卫英登了登两条小腿 小茶壶就立了起来 冲他爹喷茶 魏长泽也明手快地躲开了 可旁边站着怀抱儿子的蓝夫人 于是小蓝湛的脸上 很不幸 沾了点小魏英的童子尿 蓝夫人知道自己的儿子 雅正又爱姐 给他弄干净后 又哄了好一会儿 小蓝湛当时别着嘴 要哭不哭 可能是碍于长辈在场 没有发作 等回到房间 刚把他往榻上一放 小家伙就簇着小眉头 咧嘴大哭起来 哭得小脸通红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后来 弟弟大了些 有一次我同他提及此事 他只说了一句话 他说 蓝溪尘意味深长地 看着眼前的小团子 你就是上天派来捉弄他的人 小魏英低下了小脑袋 原来 这才是第一次相见了 他抬起头 扬起灿烂的笑容 眼泪也瞬间收了回去 大哥哥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 让二哥哥喜欢我的 清衡君把小魏英带到了静室 阿英 以后这也是你的房间了 你和阿战士道吕 自然应该住在一起的 屋里只剩下小魏英一个人后 他眼珠子低溜溜地转了转 好奇地四处打量着 房间很是肃静 树立着一扇折平 横放着一张晴桌 角落的三足香机上 一尊镂空白玉香顶 吐露着鸟鸟青烟 散发出冷冷的弹香之气 小魏英眼前一亮 原来 这就是刚才在二哥哥身上闻到的味道呀 自己先玩一会儿 等二哥哥回来吧 可房间里 居然连一件玩具都找不到 小团子没一会儿 就开始捂着小嘴打哈起来 小蓝湛练完了琴回到静视 刚进门 就感觉屋子里好像有点不大对劲 很安静 虽然他的房间一直都是这么安静 但那是在只有他一个人的情况下 小蓝湛皱了皱眉 放下手中的鼓琴 正准备去关上房门 突然听见了小小的憨声 他脚下的步子一顿 转过身 就看到自己的床上拱起小小的一团 若不仔细看 几乎看不出来 小蓝湛走上前 掀开被子 果然在床铺中央 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身影 小小的全成一团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懵懂小娇妻 第二集 小卫英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爬到她的床上睡着了 小家伙还未沐浴 外衣也没脱 此刻躺在她的床上 睡得跟只小猪仔似的 小蓝湛漂亮的眉头 忍不住猝了起来 盯着她身上那件 沾了些许灰尘的衣服 看了半晌 强忍着将人给拎下来 丢出去的冲动 试图唤醒她 喂 蝇 喂蝇 臭蚊子 不要吵我 小团子睡得迷里乎乎 就听见有只蚊子 一直在她耳边嗡嗡嗡 忍不住皱了皱眉 嘟闹了一声 挥舞着小手 就想要把蚊子赶跑 结果啪的一下 打在了小蓝湛的脸上 小蓝湛的脸色 立刻黑了下来 小团子人小 力气可不小 但是 比疼痛更难以忍受的 是第一次被人打巴掌的小蓝湛 严重地伤到了自尊 她看着床上做错了事情 还不知道的小卫英 目光沉沉 果然 这个团子 就是上天派来捉弄自己的人 第一次 出了大洋相 这一次 挨了一耳光 至于罪魁祸首 则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听见臭蚊子 总算不在她耳边吵吵了 小猪似的满意地哼哼了两声 翻了个身 继续呼呼大睡 罢了 今后 离她远点吧 小卫英 这个叫睡得很香甜 被子上有拉二哥哥的味道 真好闻 小团子决定 以后每天都要和二哥哥睡在一起 这会子睡得饱饱的 人也精神了起来 从床上爬下来 就打算去找了二哥哥玩 小蓝湛正在养护情弦 见她醒了便站起身 面无表情地道 睡醒了就走吧 我给你换个房间 为什么要换房间 父亲明明说过 自己以后也要住在这里的 小卫英仰着脸 愣愣地看着对方 明显感觉到 他家二哥哥的心情 好像不太好 是谁惹他不高兴了吗 小卫英眨巴着 无辜而又澄澈的毛子看着他 弱弱地开口道 二哥哥 你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我睡了你的床 害你没地方睡觉 所以你生气了 没有 小蓝湛深吸了一口气 转过身 避开了她的视线 走吧 说完 率先朝外面走去 小卫英扁了别嘴 她觉得 蓝二哥哥就是在生她的气 可是 她不知道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想来想去 可能还是跟自己 抢了蓝二哥哥的床有关系 当下迈着小短腿追上对方 一脸讨好的看着他道 二哥哥 你别生气了 大不了 下次我把床分给你一半好不好 你看我人这么小 其实只要一点点的地方就够了 真的 小蓝湛一听还有下次 脸更黑了 不过一句话也没有说 还不继续朝外面走去 小卫英被她甩在身后 皱着小脸 苦恼地想着 蓝二哥哥不说话 到底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呢 片刻之后 她很快又重新迈着小短腿 追赶上对方 一边跑 一边喊道 二哥哥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哦 今晚我们两个一起睡 小蓝湛身体一僵 薄唇抿了一下 回过身来 开口道 我会禀明父亲 重新给你安排住处 小卫英呆呆地望着他 难道 二哥哥真的不喜欢自己 也嫌弃她是个没人要的小叫花子 她咬了咬下唇 大声道 父亲说过 我们是道旅 道旅就是要住在一起的 小蓝湛脸绷得紧紧的 从尺间蹦出几个字道 还不是 你说不是就不是了吗 这是我娘亲和你母亲定下来的 再说了 就算现在还不是 以后长大了不就是了吗 小卫英毫不示弱 脆生生地反驳道 你 小蓝湛彻底露出了不悦 不知羞耻 清衡君往近视而来 身后跟着一个门声 手里捧着给小卫英准备的衣物用品 刚走到院门外 就瞧见了这么一幕 小卫英正和小蓝湛对峙 一个气嘟嘟地鼓着腮帮子 一个小脸上满是冷意 互瞪着对方 谁也不让谁 清衡君仿佛看到自己的小儿子 和小儿媳之间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役 满满的剑阵 两人的身前 都像是亮起了夺目的剑王 自己的儿子 什么性情能不知道吗 马上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等两个娃娃 瞪得差不多了 她走到小卫英面前 转身就将她抱了起来 阿英 哪儿也不去 好好住在这里 嗯 好 小卫英 瞬间收起了自己的备战状态 恢复成了软萌小可爱 她冲小蓝湛鬼马地吐了吐舌头 眼中闪烁着小狐狸般脚狭的光 等着瞧 看我今晚怎么收拾你 一日 清晨 两个小团子 面对面地坐在床上 小蓝湛虽然一脸冷漠 沉默不语 可一双大眼睛 都肿成了大熊猫 看上去又呆又萌 小卫英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鼻子被揉得红彤彤的 她人小 皮肤又特别嫩 雪白雪白的 鼻子红彤彤的格外明显 看着好像特别委屈 特别可怜似的 可小乃英中气十足 二哥哥 这次是我的错 你要黏我 我也认了 昨晚 小卫英本来是打算 要好好捉弄一番小蓝湛的 她不是有洁癖吗 特别爱干净吗 那就往她的小被子里面 塞一把落叶 再抓两条蚯蚓 放在她的小枕头上 但洗完澡出来 小家伙困得不行了 上午 在怡林奏那几个小混混 然后和青横军遇见回姑苏 下午又跟小蓝湛置起 纵使精力在旺盛 她现在也只想倒头就睡 至于树叶 虫子什么的 明天再弄吧 小卫英躺到床上 麻溜的滚去里边 很快就睡熟了 连小蓝湛什么时候过来的都不知道 小蓝湛听着她规律的鼻息 侧过头去 见小团子粉嘟嘟的小嘴微微张着 不禁想到白天她亲自己那一下 而根子有些发烫 她别开脸 转了个身 背对着小卫英 半夜 小卫英做噩梦了 梦见仪灵街上的那帮人 又来欺负她 他们打不过自己 就放狗来咬她 她在梦里一通拳打脚踢 很凑巧的 一脚踹到了小蓝湛的屁股上 把她给踹下了床 小卫英沮丧地垂下了小脑袋 蓝二哥哥 你是不是特别生气 小蓝湛想到 昨晚小团子在睡梦中的那一脚 不由地眸色微沉 冷着一张脸道 没有 小卫英撅着嘴巴 明明就生气了 还不承认 眼珠子飞快地转了转 随即颤微微地伸出一只手 道 二哥哥 你打我吧 小蓝湛诧意地看了她一眼 白嫩嫩的小手 就像是刚刚出水的莲藕一样 别说是打一下 就是磕着碰着一点 都让人心疼 小卫英闭上眼睛 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 对不起 我睡觉不老实 不应该把那二哥哥踢下床 你打我吧 我保证不哭 嘴上说着不哭 小脸却憋得通红 分明就是害怕的样子 小蓝湛忍不住一阵无语 小卫英等了很久 都没有等到预期中的疼痛落下来 于是偷偷睁开一只眼睛 看了她家二哥哥一眼 见对方不知道在发什么呆 不由笑嘻嘻地放下自己的手说道 二哥哥不打 是不是表示就不生阿英的气了 小蓝湛看着她没有说话 她刚才还想着 要怎么把这个团子给撵出去 可脑海中又浮现出了 昨晚小卫英做噩梦的那一幕 小团子在梦中大喊大叫 脸上带着一个五岁孩童 不该有的伤痛 小蓝湛的心里 莫名地像被什么东西给扯了一下 忍不住生出一丝联系 自己对她的态度是不是太差了 既然她喜欢睡自己的床 那就分给她一半好了 完全忘了昨天才对自己说过 以后要离她远一点 完全忘了两个时辰前 被她一脚踹下了床 小卫英界面前的小人还在发呆 赶忙赔罪 二哥哥 我们还是分开睡吧 我会去向父亲说明 是我睡觉不老时 一脚把二哥哥踢下了床 不许说 小蓝湛深吸了口气 想想都骚得慌 还说出去 为什么 小卫英眨了眨眼 实话实说 不对吗 可是为什么蓝二哥哥 看起来有些气急 小蓝湛深道 我也要面子的好吧 要是被父亲 兄长知道了 自己被媳妇一脚踹到屁股上 还得踹下了床 她的小脸往哪搁呀 此刻 只能硬邦邦地回到 没有为什么 总之 就是不可以对别人说这件事 不然 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小卫英忍不住露出一副慌张的表情 忙不迭站起身 拉住了她的袖子 蓝二哥哥不要不理阿英 小蓝湛 那就别说 小卫英 可是 目光担心地 看向对方的某处 小蓝湛强忍着暴走的冲动 以后我会注意的 不需要 分开睡 真的吗 小卫英忍不住眼前一亮 小蓝湛咬咬牙道 是 小卫英笑嘻嘻地问道 那这算不算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小秘密 小蓝湛吭斥了一声道 算 小卫英捏着小拳头对对碰了一下 望着她 面上闪过一丝担忧 你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别过两天 又想撵我了 小蓝湛几乎是从尺间蹦出两个字道 不会 小卫英眨了眨眼睛 那你亲我一下 盖个口音我就信 小蓝湛瞪着她的脸看了半晌 小卫英心道 我昨天还亲了你一下呢 你也不知道理尚往来 湿漉漉的大眼睛忍不住由期待慢慢变得失望 别了别嘴道 我就知道 二哥哥一定是骗我的对不对 下一息 就看到面前的小人挣扎了一下 随即快速靠近 一个微带凉意的轻轻印在了她的脸上 一触即离 现在可以了 小卫英这才没开眼笑 对着小蓝湛拼命点了点头 圆圆的大眼睛弯成了月牙状 伸手就去拉她 二哥哥 我们一起去吃早饭吧 小蓝湛 不用了 我不去 小卫英眨了眨眼睛 刚想说什么 就听到小蓝湛道 你先去吧 小卫英捶着脑袋应了一声 直觉告诉她 蓝尔哥哥现在不高兴 嗯 还是不要惹她比较好 蓝湿尘在饭堂用完了早膳 才见弟弟姗姗来迟 打量了她一下 好奇地问道 阿湛昨晚没睡好 有只猫在闹 半夜被闹醒了 小蓝湛诞声道 哦 出道就好了 蓝湿尘拍了拍她的小肩膀 又到了害时 小卫英躺到床上 麻溜地滚去里边 然后拍了拍外面的位置 二哥哥快来 你放心 我今晚会很乖的 肯定不会把你踢下去的 起先两人都睡姿端正地 并排躺着 困意也随之而来 等小蓝湛再一次转头的时候 小卫英已经睡着了 没多久 小卫英直接将腿搭到了她的肚子上 又过了一会儿 人也钻进了她的臂弯里 末了 还舒服地扎拔了两下小嘴 一晚上 怀里的小人不是翻滚 就是踢被子 还溜口水 弄得她一晚上也没有睡着 第二天早晨 蓝湿尘再次看到 顶着黑眼圈的弟弟时 吓了一跳 阿湛 还是 那只猫 小蓝湛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我会训好那只猫的 今天 是小卫英来到姑苏的第三天 用过早膳后 她从云深不知处 逃跑了 此刻她坐在彩仪镇一家包子铺前的台阶上 双手脱腮 想着事情的起因 父亲准备让她和小蓝湛拜了二先生 也就是二哥哥的叔父为老师 可她昨日去内门弟子那里转悠了一圈 才知道这位叔父为人十分严厉 不仅负责长罚 而且云深不知处的几千条家规都是她制定的 自己一向散漫惯了 最怕被条条框框拘束 如果是这么一个人做她的老师 那她还有活路吗 想想都可怕 既然这位叔父特别讲究规矩 那么自己缺席了今天的败事仪式 叔父一定会暴跳如雷 一气之下 绝不会再收她为徒了 小微因为自己的计划洋洋得意 不自觉眯起了眼 为了开溜 起了个大早 她有点犯困了 初春三月 草长应飞 今日 蓝起人远游归来 姑苏蓝市的蓝二先生 严肃刻板 是位美然公 浑身上下 便是连一百都透着一股明示之姿 她没有遇见 选择了不行 路过一家包子铺时 脚步突然顿了一下 转过身 就看到台阶上 坐着一个小小的身影 水润润的小嘴微微张着 小手撑着脸 脑袋一点一点地在打瞌睡 不知道梦里梦到了什么好吃的 小嘴时不时地砸吧几下 声音还挺响 蓝起人收回视线 正准备继续往前走 就看到面前的小脑袋点点点 突然 咕咚一声 整个身体朝着前面栽了下去 她还来不及反应 就看到一团白色的影子 从台阶上滚了下来 头朝下 屁股朝上 像个小青蛙似的 摔趴在自己的脚下 原本睡得迷里糊糊的人 也一下惊醒了过来 睁开朦胧的睡眼 就看到了面前的一双白色靴子 小微音眨了眨眼 显然还没明白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你没事吧 下一秒 一道浑厚有力的声音 在她的头顶响起 小微音呆呆地抬起头 见眼前之人 也是一身白衣抹额 顿时倍感亲切 咕噜一下子就从地上爬了起来 咧嘴一笑 我没事 蓝起人疑惑地看着她 面前的娃娃 竟然穿着小号的蓝氏校服 却又不见佩戴抹额 应该不会是内门弟子 难道是刚招进来的外门子弟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懵懂小娇妻 第三集 郑玉开口询问 此时 突然听到有人喊 抓住她 抓住她 快抓住她 小微音定睛一看 是个小男孩灵活地在人群里钻来钻去 后面有几个壮汉在追她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也不打算去管这闲事 眼睁睁看那小男孩从他们身边跑过 然后一头撞在了蓝起人的腿上 蓝起人没想到 这个小男孩会撞到她的面前 既然碰上了 就只能一把将小男孩子逮住 放开我 你这个坏蛋 小男孩被抓住后 不停地挣扎叫骂 放开我 我不是坏人 他们才是 放开我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小男孩拼命地反抗 蓝起人不愿用力 险些抓不住她 小卫英赶紧上前帮忙 这才将小男孩完全给控制住 小男孩见跑不掉了 哭了 你们欺负人 你们都是坏人 你们都是坏人 后面追赶的人到了 一共是三人 为首的应该是那个长相憨厚老实的中年男子 另外两个穿着短打衣裳 瞧着像是打手之类的人 多谢先生帮我们抓住这小贼 中年男子走到蓝起人面前 感激地道 我不是小贼 玉佛是我家的 我是拿去典当的 小男孩大声辩解道 中年男子反驳道 先生 您别听这小贼瞎说 这小贼偷了东西还不承认 我就是前面那家当铺的掌柜的 这小贼摸进了店里来 趁我们不注意 抱着个玉佛就跑 先生 您看看他怀里 鼓鼓囊囊的 就是藏着那个玉佛 蓝起人伸手去那小男孩的怀里一掏 果然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玉佛 中年男子立刻道 先生 您瞧 我可没说谎 这尊玉佛不小心磕碰了一下 在左耳边上有一道裂痕 那小男孩一嚷道 这是我家的玉佛 我拿出来典当的 我祖母和我娘病了 我是想拿典当的银子 去给我祖母和我娘买药的 听了两人的话 小维英觉得小男孩的话更可信一些 毕竟那个小男孩只有六七岁 不可能进到当铺里面去偷东西 只是那中年男子说出玉佛有裂痕这样的细节 让围观的人觉得他所说的才是真的 都喊着 把这小贼送去衙门打板子 蓝起人一直没出声 拿着那尊玉佛在看 他没发话 周围的人当然也不肯让中年男子 带走那个小男孩 蓝起人忽然想考一考面前这个身着蓝是校服的小娃娃 于是小声问魏英道 你觉得他们俩谁说的是真的 想分辨出他们谁说的是真的很简单 只要继续问细节就行了 小魏英见蓝起人一直在看玉佛 就知道他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果然 小魏英话音一落 蓝起人就说话了 你说这玉佛是当铺的 你说这玉佛是你家的 这么说来这尊玉佛 你们都很熟悉 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先生请问 中年男子自信地笑道 刚才他可是仔细看过这尊玉佛的 小男孩抿着唇看着蓝起人 这个玉佛的底部刻了什么字 蓝起人问道 中年男子想了想 道 没有刻字 他也是读过书的 捂着牛眼睛问世那只虾的故事 他也听过 这个当 他不会赏 更何况佛像上刻字 那是对佛祖的不尊重 所以玉佛上绝对不会刻字 你确定 蓝起人笑问道 中年男子咽了咽口水 又想了想 才道 我确定 蓝起人看着小男孩 该你回答了 小男孩大声道 玉佛的底部有一个周字 那是我刻的 我姓周 因为我在佛像上刻了字 我祖母罚我 不准我吃晚饭 蓝起人笑了 这玉佛的底部 的确有一个小小的周字 说着 他把玉佛的底部亮给大家 应是小男孩 小时候刻的 力气不大 上面只有很浅的划痕 修仙之人目力极佳 蓝起人方能看出 那是个周字 情况明了 那中年男子 见谎言被拆穿 脚底抹油 就想开溜 可是在蓝起人确定 玉佛是小男孩的之后 小卫英就紧紧盯着他 那段流浪的日子里 他也被人冤枉过 最恨这种欺负小孩子的人 中年男子一动 小卫英一个扫堂腿 蓝起人扣住了他的左肩 小卫英抓了他的右手腕 中年男子惨叫着萎缩跪地 而他的那两个手下 也被围观百姓给拦住了 你的玉佛 拿好了 蓝起人把玉佛还给小男孩 谢谢先生 谢谢小公子 小男孩感激地道 这么多人围在这里想干什么 散开 还不散开 这时 巡街的官差来了 官差们挤进来 一看蓝起人衣着不凡 有对玄门世家有所了解的 认得姑苏兰世的家闻 立马没了先前的嚣张气焰 裴孝问道 先君 可是这三个不长眼的东西冲撞了您 蓝起人指着地上的三人 道 这人剑才起义 欲伤人夺悟 现我将他们交给你们带回衙门 日后过堂审案需要证人 可来姑苏兰世找我 倒在地上的三人想死的心都有了 出门没看皇帝 怎么就碰到修仙之人手里了 还是世家大族 这下任凭那掌柜的再怎么舌菜莲花 官差们也不敢私下放了他们 人群散去后 蓝起人再次打量着面前的小团子 小家伙不但模样可爱 富有同情心 还聪慧又勇敢 他难掩激动地看着小卫英 小娃娃 不知你师从何人 小卫英眨拔了下眼睛 没有老师 以前爹娘有教过 后来就是自己琢磨的 没有老师 蓝起人听到这话 更激动了 那 那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说完 还无比期待地望着小卫英 生怕被拒绝 小卫英歪着小脑袋 心里面打着如意算盘 此人想必也是蓝氏的一位长老 为人和蔼 修为怕事也不低 今天的合作也愉快 若能拜他为师 那不是就能完美避开二哥哥的叔父了吗 小卫英当即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好 我跟你学 蓝起人含笑吕虚 真乖 他伸手摸了摸卫英的小脑袋 此时 蓝起人当然想不到 眼前的小团子 就是自己小侄子的道理 他更是万万没想到 日后 他会挥舞着戒齿 小侄西太顽皮 不打药翻天了 竟是 小蓝湛站在窗前 呆呆地看着窗外光秃秃的玉兰树枝 有的已经冒出了毛茸茸的花孤朵 但没有那张动人的笑脸了 他亲过自己 自己也亲过他 他们还在一起睡觉 自己明明都开始接受了 可他就这么走了 没有留下一句话 小骗子 渣男 小蓝湛狠狠地攥紧了小拳头 二哥哥 二哥哥 我回来了 小蓝湛猛然回头 看了冲进来的小团子一眼 没有说话 小卫英走过去 轻轻地扯了扯他的衣袖 二哥哥 你生气了吗 他明显感觉到对方的小脸已经因为不悦 冷成了一张小冰块 正想解释两句 他就被小蓝湛拽着往门外走 还被他推出了房间 再然后 小蓝湛砰的一声 关上了房门 将小卫英关在了近视门外 自己回来后 第一时间就跑来了这里 蓝二哥哥 居然还把他给赶出来了 小卫英伸出小手 敲了敲门 在门口冲着里面的小蓝湛喊道 二哥哥 那我先过去父亲那里了 然后再回来找你啊 没人应答 屋内一片寂静 小卫英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又叫了一声二哥哥 结果根本没有人搭理他 他眨了眨眼睛 再次说道 二哥哥 那我走了 依旧没人回答 小卫英这才转身离开 他知道自己偷偷地开溜 是他不对 二哥哥生气也是应该的 那就等他气消了再来吧 小卫英离开不过片刻 小蓝湛拉开了近视的门 但是 门口一个人都没有了 小蓝湛看着空荡荡的院子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见到了人 反而更气了 总之就是心里面憋着一股火 想发泄又发泄不出来 砰的一声 他又把门得关上了 小卫英去见了父亲 清衡君并未责怪他 只是摸着他的小脑袋 语重心肠地道 阿英 父亲知道你不是一个没有交代的孩子 我只是担心阿湛 他性格执拗 我怕他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罢了 你先去上课吧 蓝启仁教授小蓝湛和小卫英的是文学 理学等知识 以及基础的建树 但平时 他俩还是要同年幼的那门弟子一起上大课 学习初阶的课程 主要是背诵雅正集和练习写字 这段时间 一起听学的 还有其他世家送过来的几名直系子弟 小公子们 教习先生拍了拍手 讨好地望着课室里的世家公子们 这是新来的魏小公子 自今日起 他就是大家的心童疮了 给大家介绍完小卫英 老先生就离开了 反正 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 这些孩子们都很皮 家族又不好惹 眼不见为尽 课室里的小弟子们 听到声音 朝门口看了过来 当他们看到小卫英以后 一个个的眼睛里 都闪过了一道光亮 其中一个弟子 更是直言不讳道 他长得真好看 好可爱啊 是啊 你们看 他胖嘟嘟 肉乎乎的 好像我家的小胖猫 你们说谁好看 说谁可爱呢 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顿时不干了 他就是骑山温氏的温潮 从小到大 他都被周围的人夸作是小美男子 来了这个班以后 班里除了一个蓝二公子 也都是围着他转的 这是第一次 班里的孩子 当着他的面 说其他的小孩长得好看 长得可爱 你过来 小温潮一拍桌子 就站起身 冲到了小卫英的面前 伸手就要去揪他 小卫英转身一躲 就躲了过去 他也没理温潮 把腿朝着正在看书的小兰战 跑了过去 二哥哥 小卫英冲过去 就要去抱兰二哥哥 小兰战这才发现 小卫英在这里 不但在这里 还像个炮弹似的 朝着他冲了过来 他仍在气头上 拿着书本 转身就避开了 哈哈哈哈 人家兰二公子 根本不理你 你叫谁哥哥呢 真不要脸 温潮见小卫英 和他以前一样 在小兰战那里 吃了闭门羹 顿时就高兴了 小卫英扑了一个空 面对如此冷漠的 兰二哥哥 小卫英气得 抓起旁边的一个 不老虎 朝着小兰战 就砸了过去 他砸得很准 直中头部 小兰战被砸到 怒目瞪了回去 别人砸他 他都不会搭理 因为他 根本不会在意那些人 可眼看砸他的事 骗了他感情的小渣男 二哥哥 看到小兰战有些生气了 小卫英立刻露出了 一个甜甜的笑容 软软地叫了一声哥哥 走上前去 想和他拉小手 走开 小兰战一把 推开小卫英 转身走了 小文朝看到小卫英 被小兰战推得倒退了两步 一点便宜都没占到 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丢不丢人了 人家都不搭理你 你还不要脸都往上凑 温朝 你不要这么说他 他看起来 已经很难过了 还是刚刚那个直言不讳的小男孩 他走上前来安慰小卫英 你不要难过了 兰尔公子就是那个样子 他谁都看不起 不是故意针对你了 我叫聂怀桑 你叫什么 聂怀桑 我以后再也不会理你了 温朝很生气地喊道 可聂怀桑并没有理睬他 反而又有几个小弟子 朝小卫英走了过去 小温朝一看 更生气了 以前这些人 可都是前呼后拥围着他转的 他气得跑上前 拽住了聂怀桑的手 一把就将他推了出去 聂怀桑顿时被推得后退了好几步 还摔了个屁股蹲 温朝得意地一笑 伸手又来拽小卫英的衣领 丝毫没有一点小卫英是心爱的弟子 年纪还比他小得自觉 然而 就在其他小弟子都害怕地捂住了眼睛 不敢看的时候 小卫英抓住了小温朝伸过来要拽他衣领的手 一脚踹在了他的膝盖上 温朝被踹得跪倒在地 痛得握住了自己的手指 他没想到比他矮了小半个头的小卫英 居然力气这么大 还让他这么丢人地摔倒在了地上 啊 你推我 你欺负我 我要告诉我哥哥 小温朝放声大哭 小卫英被他吵得头疼 他走上前 捡起地上的那个不老虎 直接塞进了温朝的嘴巴里 你你刚刚好厉害 原本看到小卫英被欺负 而害怕躲开的几个小弟子 在反应过来之后 两眼泛光地看着小卫英 露出了无比崇拜的小眼神 小卫英笑了笑 好好练一练的话 自己还可以更厉害呢 当晚 小卫英想着二哥哥还在气头上 就没有回进室 正好那门小弟子的寝室有空床位 他就在这里住下了 清衡君过来看他 也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他二人的娃娃亲 只是早年两位母亲之间的约定 线下两个孩子尚且年幼 他决定暂时不公开二人的关系 因此 那门子弟还不知晓 小蓝湛和小卫英是道理 他问了小卫英第一天上课的事 以及小弟子们好不好相处 并不知道他们发生了冲突 父亲和叔父 不知道课室里的事 小蓝湛却全都知道 本视频由编外苏同制作 懵懂小娇妻 第四集 那时 他虽然不想离小卫英 跑出去了 可到了下学时 还是忍不住拽了聂怀桑 问了问小卫英今天的情况 要论这个班上 聂怀桑最初的人 其实是小蓝湛 还不是温潮 所以他问话 自然不敢不回答 他这一问 就问出了温潮欺负小卫英 还想打小卫英的事了 小蓝湛一听 顿时就爆了 当晚 小蓝湛冲进了温潮所住的惊涉 将躺在床上 休息的小温潮拖了下来 结结实实地爆打了一顿 小蓝湛也不说自己为什么要打他 只是边打边在心里骂 你还敢欺负我的人 你哪来的胆子 我的人是你能欺负的吗 小蓝湛打完了人 冷哼了一声 又多踹了一脚 才一言不发地离开 他很是愉快地往回走 竟然感觉 今天一直憋在心里的那股闷气 终于散去了 温二公子被打了 还是蓝二公子干的 教习先生知道以后 不敢隐瞒 连夜就将温潮送回了温家 让温家想怎么处理 直接去找蓝家 小卫英是早上才知道 温潮昨晚被打了 也才知道 小蓝湛在祠堂跪了一整晚 温潮被打 如同一只蝴蝶 偶尔扇动了翅膀 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 温绪为自己的弟弟出头 导致了孩子们之间的群殴 齐山温氏和姑苏兰氏往来见诞 此后 温氏再也不曾送过弟子来蓝氏听学 正午 小蓝湛慢慢地走回近视 快到院子门口时 就看到台阶上坐着一个小小的身影 小嘴微微张着 小手撑着脸 脑袋一点一点地在打瞌睡 突然 咕咚一声 整个身体朝着前面栽了下去 原本睡得迷迷糊糊的人 一下惊醒了过来 小卫英睁开朦胧的睡眼 就看到面前一双白色的云纹小靴子 可有事 下一秒 一道清冷而稚嫩的声音 在她的头顶响起 小卫英呆呆地抬起头 迷路般水蒙蒙的毛子里 顿时迸发出一道亮光 咕噜一下子就从地上爬了起来 撇开嘴角 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脸道 二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说完 伸出手就要来拉她 小蓝湛没忘记 她两只小手 刚刚碰过地面 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小卫英抓了一个空 水汪汪的大眼睛 可怜兮兮地看着她 别着嘴 一脸委屈道 蓝二哥哥 你还在生阿英的气吗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小人前一刻 还笑得一脸灿烂 后一秒却突然按下去 像是随时会哭出来的表情 小蓝湛心里莫名 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薄唇微微抿了一下 问道 怎么不回房间 小团子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道 因为我在等蓝二哥哥呀 小蓝湛没心一跳 随即问道 为什么要等我 小卫英歪着小脑袋看她 怎么说 蓝二哥哥也是为我受的罚 阿英想来陪陪你 小蓝湛好看的眉头 微微蹙了一下 所以 她是同情自己 才回来的吗 可自己并不需要别人可怜 不过看着小团子 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充满期待地看着她 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只看着她道 你等了很久 小卫英立马点头 是啊是啊 阿英等了好久好久 说到这里 忍不住抿了抿唇 露出一丝委屈的表情 二哥哥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阿英等得都快睡着了 小蓝湛的脑海里 下意识地浮现出 小团子刚才坐在台阶上 打瞌睡的模样 嘴角不自觉地 微微上扬了一下 很快便又恢复原状 进屋后 躺在床上 小卫英开始睡午觉 快睡醒时 明里呼呼之间 她感觉到小蓝湛推开房门走了出去 她也赶紧起床跑出去 把腿就追 一边喊着 二哥哥 二哥哥 你等我一下了 刚走出不远的小蓝湛 脚步一顿 明明每次告诉自己 不该有任何的感情 但是每次面对她 却又总是控制不住 她们毕竟只是娃娃亲 说不定 哪一天 魏英又嫌云身不知处的家规受约束 偷偷跑掉了呢 于是 小魏英越叫 小蓝湛走得越快 直到她听到身后传来的哀悠一声 她还以为小团子跑太快 摔倒了 心里咯噔了一下 赶忙转过了头 二哥哥 我没有摔倒 小魏英蹦蹦跳跳地蹦跋到了她面前 伸手就拉住了小蓝湛的手 二哥哥 我们一起去上课吧 此时 小弟子般的聂怀桑和蓝锦仪刚好经过 蓝锦仪瞪着眼珠子 盯着两人牵在一起的小手 忍不住和聂怀桑摇耳朵 蓝二公子从不与旁人触碰 她和魏小公子如此亲近 两人到底什么关系啊 也许 将来该称呼魏小公子为蓝二夫人 聂怀桑下意识说道 话音一落 就感觉到周围的气氛变了 小蓝湛微微眯起眸子 不悦地扫向她 小魏英则是愣愣地眨了眨眼 若有所思地看着小蓝湛 小蓝湛凉凉瞥了聂怀桑一眼 对小魏英道 她脑子有点问题 不用理她 不是 我怎么就脑子有问题了 小怀桑表示不服 那天 聂怀桑就对小魏英的勇敢出手 特别佩服 觉得她为人也必定率真坦诚 随即看向小魏英 魏公子 你说 你们是不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不是好朋友 是道旅 小魏英一脸认真的纠正道 好朋友可以有很多个 道旅只有一个 她才不要做好朋友 她要做兰儿哥哥的道旅 听到了 聂怀桑冲的兰景仪挑了挑眉 我说的没错吧 道旅 将来可不就是兰儿夫人吗 说完 还写了一言小兰湛 这冰块居然说我脑子有问题 兰景仪感觉自己的三观都被震碎了 她看了看小魏英 又看了看小兰湛 好半场才憋出一句 兰儿公子 你太牛了 小兰湛冷眼看着面前的两个小铜窗 等两人说完 才凉凉地道 她是父亲带回来的弟弟 以后别再让我听到你们胡说 不然 罚超雅正急 小魏英一听 小兰湛不承认他俩的关系 顿时不乐意了 撑着嘴道 咬着嘴道 兰儿哥哥 这可是我娘亲和你母亲定下来的亲事 你怎么能不认账呢 小兰湛静静地看着她 心道 你也知道 这只是两位母亲的安排 万一 你长大以后 发现自己喜欢的是姑娘呢 她冷得脸纠正道 现在还不是 我不管 就算现在不是 以后长大了 不就是了吗 小团子难得执拗上了 嘟着嘴道 而且 你前天还亲我了 娘亲说过 只有阿英未来的道理才可以亲 旁边 蓝景仪和聂怀桑 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这什么情况 兰儿公子 不光给自己找了一个小道理 而且连初吻都送出去了 魏公子 兰儿公子 真的亲你了 一旁的聂怀桑 唯恐天下不乱地追问道 小卫英迟疑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聂怀桑随即看向小蓝战道 蓝二公子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亲都亲了 你怎么可以不认账呢 这不是玩弄人家的感情吗 居然还口口声声地要罚我们 小卫英一见 他家二哥哥被数落 忍不住出声维护道 嗯 你们不许这么说蓝二哥哥 是我和蓝二哥哥有一个秘密 二哥哥不让我对别人说 所以才亲我的 聂怀桑和蓝锦仪忍不住对视了一眼 眼里放光 闭口同声地追问道 秘密 什么秘密 小蓝战生怕小团子管不住自己的嘴 把第一天晚上 自己被小家伙一脚踹到屁股上给踹下了床的事情说出去 白皙的小脸忍不住浮现出一丝红韵 轻壳了一声 提醒他道 不许说 聂怀桑和蓝锦仪两人齐齐看向他 当然不指望能从他嘴里撬出什么 而是把希望放在一旁的小卫英身上 魏公子你只管说 蓝二公子要是真亲了你不认证 我们帮你做主 小卫英眼珠子转了转 道 你们真能帮我 两人立马点头道 对 要是蓝二公子真的亲了你 以后我们帮你作证 一定让你成为他的道理 小卫英纠结了片刻抬起头 就在小蓝战紧张 犹豫 想着要不要用手去捂他的嘴时 就听得小团子脆声声地开口道 可是我答应了蓝二哥哥 不能够把秘密告诉别人 所以 对不起 我不能告诉你们 随即又看向小蓝战 蓝二哥哥你放心 我们盖过口印的 我肯定不会把秘密说出去 嗯 小蓝战虚惊了一场 忍不住伸手 摸了摸他的脑袋 这 聂怀桑和蓝锦仪对视了一眼 狗在旁边过 梁从天上来 这碗狗粮吃的 太猝不及防了 转眼 小微迎来云深不知处 已经半个月了 他在这里衣食无忧 也认识了很多小伙伴 今日 蓝锡臣过来 给小弟子班代课 课程虽然枯燥乏味 但蓝大公子往那一站 孩子们还是精神抖擞 蓝锡臣虽才十岁 但作为蓝氏家主的继承人 他已被族中师长赐字 言行举止无不妥贴 身姿如青竹似至欲 面容尚显稚嫩 但人们从眉眼间 变出日后出色的五官 课间休息时 聂怀桑忍不住又和蓝锦仪摇耳朵 则真不知道魏小公子喜欢蓝二公子什么 冷冰冰的跟个木头似的 还不如喜欢西辰哥哥呢 西辰哥哥比他实情趣多了 更何况他那张脸也不比蓝二差 小蓝湛虽与他们隔了两个位置 但尔利极佳 文言 握笔的手微微一致 很快又恢复如常 小卫英也听到了 走过去 一脸认真地道 蓝二哥哥本来就是我道理 我们是订了娃娃亲的 聂怀桑道 所以 你是因为娃娃亲 才喜欢的他 这时 旁边一名小弟子道 既然是娃娃亲 那肯定是家长的决定 你怎么知道 蓝二公子喜不喜欢你呢 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 我阿娘说了 娃娃亲就是开玩笑的 对 我母亲也跟我说过 修仙之人 讲究的是情投意合 不是父母包办 蓝锦衣文言 也对小卫英说 听到了吧 娃娃亲的事情 根本就不作数的 也只有你才会当真 不是的 小卫英下意识地皱着眉反驳 还是刚才那名小弟子 我们才没有胡说 我看蓝二公子 根本就不喜欢你 小卫英愣了愣 蓝二哥哥 好像真的从来没有说过喜欢他 也从来没有承认过 娃娃亲这件事 他的脸色忍不住变得苍白起来 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 他跟蓝二哥哥的娃娃亲 是不作数的 蓝二哥哥 以后有可能会喜欢上别的人 阿英 你没事吧 蓝锡衣走了过来 看到他的样子 忍不住担心地询问道 小卫英摇了摇头 整个人像是被双打的茄子般 看着蓝锡衣无精打采地开口道 大哥哥 我觉得他们说的对 蓝二哥哥可能真的不喜欢我 蓝锡衣皱了皱眉 你别这么想 我觉得阿湛还是喜欢你的 他能感觉到 弟弟对阿英是不一样的 大哥哥 你不用安慰我了 小卫英沮丧地趴在桌子上 或许 蓝二哥哥一点也不喜欢我 不然不会一直对他冷冰冰的 阿英 别不开心 阿湛肯定是喜欢你的 如果不喜欢 弟弟怎么会让阿英 一直住在近市呢 自己是阿湛的亲哥哥 弟弟都没有 让他在近市留宿过 至少在弟弟眼里 阿英比自己这个兄长还要好 可是蓝二哥哥从来没有说过喜欢我 小卫英撅着嘴道 以前倒也不觉得什么 偏偏这一刻却没来由地委屈了起来 这个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小卫英越想越不放心 刷得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去找二哥哥问得清楚 他扫视了一眼四周 小蓝站已经不在位置上了 他握了握拳 赶忙跑了出去 果然 前方不远处 有一个白色的小小身影 小卫英着急地喊道 二哥哥 二哥哥 小蓝站脚步一顿 二哥哥 你去哪儿 我也要去 小蓝站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他领着小卫英 在云深不知处的白石小镜上穿行一阵 来到云深深处 一座优僻的小柱前 小蓝站走了进去 院子里种满了龙胆 紫色的花随风摇曳 他在铺满落花枯叶的长廊上端坐下来 微微垂着头 双手规矩地交叠在膝上 看着突然变得异常沉重的蓝二哥哥 小卫英将本来想要问出口的话 又咽了回去 只是静静地跟在他身旁 小蓝站看了一眼面前的房门 房门紧闭着 二哥哥 这里面是 母亲 不过他不在了 小孩子退去了平时 面对任何人冰冷的情绪 露出了悲伤的表情 这个屋子的主人是他的母亲 也是唯一一个对他很好的人 父亲也对他好 不过也只是好 终究还是差了一点 小蓝站向着这扇再也不会为他而开的门 行了一个跪拜里 微风吹过 吹起了小孩披散在肩头的长发 这样的他让人觉得更真实 也更心疼 二哥哥 阿英以后可不可以陪你一起来这里 耳边软软糯糯的声音 直击他的灵魂深处 小蓝站转过头 小团子眼眶红红的 让人看了心中不由声处联系 你怎么了 小蓝站醋了醋眉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懵懂小娇妻 第五集 小卫英摇了摇头 也不说话 只是用一双泛泪的毛子看着他 小蓝站忍不住将那软软的小身子抱在怀中 小卫英吸了细鼻子道 二哥哥 我没事 我就是也想我阿娘了 说完 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他一边伸出小手 拼命地擦眼泪 一边哽咽着说道 二哥哥 我是不是很没用 我答应过娘亲不哭的 可是 我真的好想好想她 小蓝站第一次看到她哭得这么伤心 虽然卫英平时从来不在他们面前 提到爹爹娘亲 每天都活蹦乱跳 大大咧咧的 可到底还是个五岁的孩子 孩子哪有不想妈妈的 小蓝站将她抱在怀里 拿着小手帕 一遍又一遍帮她擦掉眼泪 安慰她道 别哭了 小卫英一直到哭累了 这才抬起头 打了个哭嗝 泪眼朦胧地看着她 轻轻地问道 蓝二哥哥 你会一直陪着阿英吗 会不会有一天 也跟娘亲一样 离开阿英 小蓝站抿着唇 盯着她看了许久 道 不会的 两人牵着小手回了近视 直到晚上睡觉时 小卫英才想起来 她今天原本是要找 蓝二哥哥 问清楚一件事情的 小团子顿时没了睡意 趴在床上 手肘撑着小身子 看着对方的双眼 紧跟着又眨巴着眼睛 问道 二哥哥 你喜不喜欢我 小蓝站脸上的眼睫 再次睁眼时 方道 没有不喜欢你 我们现在 不是每天都在一起吗 真的吗 小卫英圆圆的小脸上 带着一丝怀疑 不确定地看着她 当然 我没有必要骗你 小蓝站顿了顿 又道 而且 我也不会喜欢别人 小卫英的眼神 这才亮了起来 她趴在枕头上 靠着小蓝站 指尖在她浓密纤长的眼睫上 轻轻拨了一下 哇 二哥哥 你的睫毛好长矮 好像蝴蝶的翅膀 小蓝站还有些不太适应这么近的接触 可靠近她的人 是这个和她从婴儿时期就有过交集的小团子 她无奈地道 嗯 那 你知道你有多少根眼睫毛吗 不知道 卫英知道 小卫英笑 我也不知道 我给你数数 月光从窗外落进来 窗内是眼睛比星辰还亮的小人 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小蓝站拿她没办法 宁静的夜 静静流淌的时光 于是她下意识地纵容着小团子的天真和爱交 声音里有着自己都不曾察觉的温柔 嗯 你数 一日晨起 小蓝站破天荒地将早膳端来了近视 还是吃这个呀 小卫英垮着一张小脸 都这么多天了 怎么就是看不到一点昏心呢 刚开始见到有包子 她还挺开心 以为那是大肉包 没想到竟然是菜叶馅的 还有汤 味道也苦苦的 这也不比自己流浪的时候吃的东西好吃啊 但挨过饿的孩子 对待食物总是格外珍惜的 她还是一点都没有浪费 吃完 想起了昨晚兰二哥哥说过的话 兰二哥哥说没有不喜欢她 兰二哥哥还说不会喜欢别人 真好 小卫英忍不住咬着手指傻笑了起来 却听得小蓝站道 我答应你 不会喜欢别人 不过 你也要答应我 以后不可以再对别人说我们是道理 小卫英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竟把心中所想给说出口了 为什么 小卫英扁了扁小嘴 她就是想做兰二哥哥的道理吗 小蓝站捧着脸道 我们还小 别人听到了是会笑话我们的 这样啊 那我不说了 小卫英搭了下脑袋 看来要兰二哥哥承认她这个道理 还有一段距离呢 不过 自己是不会放弃的 小蓝站刚松下一口气 就听见那软软糯糯的声音 再一次响起 小团子兴奋地道 那是不是 等我长大了 就可以做兰二哥哥的道理了 小蓝站看着她那张明晃晃的笑脸 心里微微有些不自在 在她直勾勾的眼神的注视下 含糊地嗡了一声 小卫英脸上的笑容顿时更大了 我知道了 我会快点长大的 等我长大了 就给兰二哥哥做道理 小家伙才五岁 懂什么叫喜欢吗 兴许 等长大一点 这个团子就改变主意了 兰氏子弟自开蒙之日起 就是习字 习家规 习身法 习月礼 生活按部就班 日子千天一律 而小卫英的到来 让云深不知处悄然产生的某种变化 如同一夜春雨过后突然绿起来的直到树一般 令人惊讶的何不拢嘴巴 弟子们至六七岁时 手指已经展开 便开始吸情了 小兰湛现在的课业已有一半在学情上 小卫英英年岁上幼 目前还是在小弟子班学习诗书里 一到下学 他就往脖子上挂上小书袋 哒哒哒地跑过去晴修的课室 晴修班也分大弟子和小弟子 更年长的子弟在竹林间休息破障音 小兰湛则端坐在小弟子班内 学习基本的阅理和波弦的手法 习清一课至少三个时辰 小卫英刚一出现 坐在课室里的一帮小弟子们顿时不淡定 一个个伸长了脖子 朝外面望去 时不时还扭过头来看小兰湛 口中发出痴痴的笑声 这才一周 大家都知道了外面的小团子 是兰二公子的小道理 应该说从半个月前开始 大家就已经听说了 不过之前都是传言 直到小家伙连着七日 跑来课室门口等人 拜小团子所赐 不止晴修 如今整个月修班 都知道兰二公子 有一个才五岁的小道理 你小媳妇又来等你了 课室里 也升到了这个班的兰景仪 冲着小兰湛几眉弄眼 见兮兮的笑道 小兰湛抬起头 目光冷淡地朝着门外扫了一眼 就看到小团子抱着书带 点着脚尖 在窗口探头探脑 嗯 看到二哥哥了 兰二哥哥也在看自己呢 小卫英立马咧开嘴角 冲着对方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脸 谁知刚笑到一半 就看到后者面无表情地 收回视线继续抚清 小卫英一时无言 倒是兰景仪看不过去 朝着门外的小团子挥了挥手 结果 小家伙却是直接不待见地移开了视线 连个多余的表情都没有给他 兰景仪那叫一个心塞 终于等到下课 小弟子般的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往外走 路过小卫英的时候 都忍不住停下来和他打招呼 主要是兰二公子的这位小道女长得实在是太可爱了 也有个别的弟子从小卫英身边经过时 会酸溜溜地说上一句 七 也不怎么样吗 也不知道兰二公子喜欢他什么 就是 这么小 懂什么呀 肯定啥都不会 小卫英毕竟年纪小 很多时候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自然也不会理会 而且通常这种时候 眼睛里就只有他的兰二哥哥 小兰湛不紧不慢地整理好东西 慢慢走出客室 不是让你自己先回去的吗 小兰湛看着他醋了醋眉 却又不由自主地帮他取下挂在脖子上的小书袋 很自然地拎在了自己的手里 小卫英笑嘻嘻地牵起他另一只手刀 阿英就想和兰二哥哥一起回家 这时 一名负责看顾小弟子的当只女修走了过来 她也听说了兰二公子有道理的事情 这还是她第一次看到小卫英 目光直接落在了小兰湛身边的团子脸上 这就是你家那位小道理 长得挺可爱的 谢谢漂亮姐姐 小卫英听出了对方是在夸她 立马朝着她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脸 别乱叫 这是兰师姐 小兰湛冷着脸提醒道 兰师姐好 小卫英乖乖地改口 当只的师姐看着她乖巧软萌的样子 忍不住笑出了声 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在小团子的脸上捏了捏道 小家伙 小兰公子就是个面瘫 你到底喜欢她什么 小卫英盯着一旁的小兰湛 认真地看了看到 我就喜欢兰儿哥哥长得好看 扑斥这名女修顿时笑得更欢乐了 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 实在是太可爱了 一本正经回答问题的样子 实在是猛死人了 小兰湛站站在一旁 黑着脸道 兰师姐 我们先回去了 去吧 照顾好你的小道理 师姐笑着叮嘱道 到了外面 小兰湛放开小卫英的手道 以后不用再来客室等我了 为什么 小卫英眨了眨眼 湿漉漉的大眼睛 茫然而又无辜地看着她 是她做错什么了吗 兰儿哥哥 为什么不许她再来 没有为什么 总之 不许再来了 小兰湛站冷着脸说道 小卫英直愣愣地看着她 那双清澈的大眼睛 迅速地弥漫了一层雾气 兰西辰刚好也下课了 手指猎兵走了过来 揉了揉小团子的脑袋道 阿英 别理她 她不许你等 你可以来等大哥哥呀 我不介意她 小卫英没说话 在眼泪掉下来以前 飞快地转身跑了 小兰湛看着小团子离开的方向 薄唇不自觉地敏紧 阿湛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兰西辰看了一眼远处 又看了看旁边的弟弟 没什么 小兰湛收回视线 面无表情地继续朝前走 兰西辰三两步追上她 道 其实 你是不想让阿英听到那些难听的话吧 则 她刚才老远就注意到了 那两个人说小团子的时候 自家弟弟身上的气势都变了 明明就在乎得要死 还偏偏要装出一副挨搭不理的模样 她好像突然有点明白 父亲的担忧了 弟弟这样子 真的有可能一辈子单身 小卫英生气了 她决定两天 不 至少三天不跟兰二哥哥讲话 两个人上下课的时间都不一样 其实想要避开也很容易 然后小蓝湛就发现 小卫英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小团子连着三天都没有出现 非但没有来等她 就连回近视后 也看不见她的人影 第一天 倒还没觉得如何 只感觉少了点什么 第二天 跟聂怀桑打听了一番 知道小团子没生病 也没有去别的地方 只是住在了小弟子的寝室里 心里莫名就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到了第三天 还看不到人 也听不到小卫英的声音 小蓝湛坐不住了 早上 蓝西辰走进饭堂 看到顶着黑眼圈 冷着一张小脸 坐在桌边的弟弟 吓了一大跳 阿湛 你这是一晚上没睡 我没事 小蓝湛平板地答道 整个用善时间 蓝西辰都察觉到 自家弟弟心不在焉 这不 一捕捉到她望着门外出神的表情 立马打去道 则 想你家小团子了 是不是后悔那天 把人赶跑了 小蓝湛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垂下了眼帘 临近下课 小蓝湛习惯性地朝外面看 长王上面空空荡荡的 一个人影也没有 下了课 她磨磨蹭蹭地收拾着本就不多的物品 直到人都散光了 才慢慢地往外面走 出了门 脚步下意识地拐去了小弟子的寝室 小蓝湛远远地站在院子外的大树下 大门紧闭着 里面依稀有说话声传出 时不时地还露出几串鸟鸣 也不知道 卫英吃饭了没有 小家伙现在在做什么 还在生气吗 蓝溪尘正往饭堂走 普京此处 就见自家弟弟站在树下 盯着对面的大门发呆 忍不住上前道 阿湛 是不是想去看阿英 我帮你把他叫出来吧 说完 便大步朝着对门走去 兄长 小蓝湛冷不防备说破心事 连忙出声 仗红着连喊他 正好这时 院子的大门打开 小卫英小小的身影跑了出来 一抬头 便看到了站在树下的小蓝湛 细碎的阳光从树的顶端撒下来 落在冰雕玉镯的小儿的眉梢眼角 好看得像是一幅画卷 蓝二哥哥 大哥哥 小卫英微微愣了一下 随即弯着眼睛 朝着小蓝湛和蓝西辰打招呼 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般 阿英 你不生气了呀 蓝西辰走过去 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我没有生气啊 小卫英脆声声地道 他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那个时候确实挺委屈的 不过毕竟年纪小 没几天就不放在心上了 那怎么都不来找阿湛呢 蓝西辰歪着脑袋问道 小卫英偷偷看了小蓝湛一眼 吐了吐舌头道 我以为二哥哥不想看到我 怎么会 蓝西辰瞅了自家弟弟一眼 俯下身凑到小卫英耳边道 阿湛其实很想见你的 你说真的 小卫英大眼睛呼闪着 有些不敢置信 蓝二哥哥分明就是讨厌他才对 要不然也不会那么硬邦邦的 跟他说话 蓝西辰却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真的 阿湛现在肯定已经后悔了 没看弟弟这几天都不高兴 虽然弟弟那张脸高兴不高兴 都是一副表情 不过他就是能够感觉出来 弟弟再不高兴 阿湛 阿英 我们一起去饭堂用膳吧 蓝西辰提议道 好 小蓝湛微微点了点头 蓝西辰在前面走 身后坠着两个小人 小卫英一蹦三跳地走着 小蓝湛跟在他的后面 只不过没蹦大多久 小卫英的脚尖 突然踢到了路面上一个翘起的尸块 小心 小蓝湛眼疾手快地想要去拉他 但小家伙还是唉一声摔倒了 本视频由编外书从制作 懵懂小娇妻 第六集 小蓝湛自责地皱了皱眉 走上前 将小团子从地上扶了起来 有没有事 小蓝湛把他拉开查看 小脸绷得紧紧的 脸上满是担心 小卫英看着他的样子愣了愣 随即咧开嘴角 冲着他笑笑道 二哥哥 我没事 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说完 小蓝湛在他面前蹲下身 道 上来 小卫英正了一下 意识到蓝二哥哥是要背他 立马摆了摆小手道 不用了 二哥哥 我可以自己走 说完 还用力地踢了踢自己的小腿腿 小蓝湛盯着他 声音明显冷了几分 听话 小卫英知道这是蓝二哥哥 生气的征兆 不由又想到上次他对自己说的话 顺势问道 二哥哥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小蓝湛微抿着唇 我没有生气 小卫英撅着小嘴 声音带着一丝委屈 湿漏漏漏的大眼睛一脸控诉地看着他 蓝二哥哥明明就生气了 都不理阿英 而且还对阿英好凶 小蓝湛想起自己三天前的态度 也不由得有些后悔 声音不自觉地放软道 对不起 下次不会了 真的吗 小卫英脸上一洗 乌黑的眼眸亮如点漆 小蓝湛看着他 轻轻应了一声 上来吧 他再一次看向小团子 小卫英乖乖地趴到了小蓝湛的背上 小手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 脸上挂着傻兮兮的笑容 看着弟弟体贴的样子 一旁的蓝西辰倍感欣慰 自家弟弟总算是开窍了 他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 小卫英趴在小蓝湛的背上 突然想到了什么 从袖口处掏出了一枚包装精致的糖果 拨开地到他的唇边 兴奋地催促道 来二哥哥 我请你吃糖 小蓝湛低头看了一眼 只见一颗金色的里面 带着桂花瓣的冰糖 躺在小团子白嫩嫩的手心里 散发着诱人的香甜气息 家规有殉 不可贪干贪凉 不许他们随意吃零食 他和兄长 从小便不吃糖 小蓝湛当即民警纯败 拒绝道 我不吃糖 吃吗 吃吗 这是聂怀桑请我吃的糖果 可好吃了 我特意留给你的 小卫英双眼亮晶晶地望着他 坚持把糖果递到他的嘴边 声音软软地哄道 小蓝湛本就对甜食不喜 更何况 一听说还是别人送的 面色一沉 道 我不喜欢吃 蓝尔哥哥 真的很好吃的 你就尝一个试试嘛 小卫英不死心 还想劝说 小蓝湛却是冷不丁提高声音道 都说了 我不喜欢吃 小卫英被他突然提高的声音吓了一跳 忍不住愣住了 手里的糖也啪哒掉到了地上 气氛瞬间有些凝滞 最后还是小卫英先抬起小脸来 冲着小蓝湛笑笑道 蓝尔哥哥不喜欢吃就算了 只是那双灵气的毛子明显暗了许多 笑容也带了几分勉强 小蓝湛心里忍不住涌上一丝傲谋 张了张口 想说什么 可到底什么也没说 蓝西辰不紧不慢地从后面跟上来 就注意到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怪异 不由挑了挑眉道 咦 你们小两口怎么了 又吵架了 不是吧 刚刚才一大盆狗粮撒下去 这么快就又红脸了 什么情况这是 没事 小蓝湛抿了抿唇道 小卫英神色奄奄 就更不想说话了 晚上后 小蓝湛把小卫英带回了近视 没过多久 他又走了出来 站在院子中间 回过头盯着房门看了半晌 才缓缓转身朝外面走去 第二天 小卫英从被子里爬起来 头还有些晕晕乎乎的 刚走到小厅 就看到小蓝湛已经把早膳取回来了 先去洗漱 小蓝湛一边盯住 一边抽出石盒上层 将埋了颗桂花糖的白粥放在桌上 等小卫英回到桌边坐下 端起粥碗 刚喝了两口 就抬起头狐疑地看了小蓝湛一眼 然后从碗底捞出了一颗融化了大半的桂花糖 小卫英顿时眼睛一亮 惊喜地道 二哥哥 今天是糖粥呀 嗯 小蓝湛微微汗手 又不动声色地将一袋糖纸亮丽的糖果 递到他的眼前 小卫英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 这糖果 居然是昨天聂怀桑送给自己的那种 他兴奋地道 给我的 小蓝湛垂下了眼帘 你说 你喜欢吃这种 小卫英笑得一脸开心 这个很好吃 谢谢兰儿哥哥 我很喜欢 嗯 你喜欢就好 小蓝湛看着他 冷峻地眉眼微微舒展 他昨天在彩艺镇赚了好酒 还好买到了 小卫英当即拨开一颗 放进嘴里 甜甜的滋味在舌尖上蔓延 小团子忍不住露出一抹满足的表情 圆圆的眼睛弯成月牙状 好吃 小蓝湛看着他慈白的小脸 心念微微一动 唤他道 卫英 嗯 小团子抬起头 小蓝湛道 以后只许吃我给的糖果 不许再随便吃别人的 知道了吗 为什么 小卫英咬着糖果 口齿不清地问道 小蓝湛将那碗粥重新端起来 细细搅拌 说道 食不严 哦 小卫英接过拌匀了的粥 眨巴着眼睛看了看他 然后低头吃起了早膳 在同龄人中 小卫英有种很奇特的凝聚力 兴许是长相惹人喜爱 又兴许是他无论做什么说什么 那副颜知凿凿的自信模样十分吸引人 总之 小弟子般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 今天休目 小蓝湛在藏书阁腾超古籍 小卫英也不用去勤修班等他下课了 于是小团子背着一个大袋子 几名小弟子跟着他去了后山 到那后 大家看他一个人忙活着 纷纷好奇道 你在做什么呀 小卫英正在将已经噱透 彻底不会再用的书 一页页撕下丢进火堆 火堆上方支起了小架子 骑上摆了些果子 似是用书烧火 来烤果子吃 用书烤出来的果子 吃掉以后就会把这本书记得牢牢的 再也不用学 小卫英对他们解释道 他说得认真 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 大家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 在一听他流利的背出书中内容 震惊之余 不由地把这个方法视为妙计 当然 回去之后 多少人因为烧书而受罚 就不避体了 而此时 大家听到了靴子踩过小狮子的声音 小弟子们回头一看 顿时一阵手忙脚乱 纷纷站了起来 魏小公子 虽然很好相处 从来都不会有距离感 但碍于兰儿公子 生人物尽的性格 还没有几人敢和他对视 不是年长的长辈 却比任何一位长者 都能够震慑他们 这帮五六岁的小孩子们 不一会儿就散去了 小兰湛略微不自在地垂下了眼 小卫英看着他 不由地想起了在宜林 第一次见到父亲时 父亲为了让自己跟他回家 交给自己的一个任务 二哥哥总给人感觉 外表冷冰冰 说话硬邦邦的 但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知道二哥哥只是不善表达 也不擅长和人交流 晚上后 小卫英被带到了韩室 去超十遍家规 兰起人对于他今天在后山的行为 给出了处罚 父亲已经罚我面壁撕过了 小卫英绝嘴道 你父亲罚你 是你做错事 我罚你 是你害其他弟子因此而挨罚 兰起人说出了罚他的理由 小卫英只得乖乖回房抄家规 十遍 会不会多了点 等小卫英出去了 清衡君从屏风后走出来 问道 不多 我是看阿英功课优秀 才罚了十遍 其他的弟子都是二十遍 兰起人对这个小徒弟 已经手下留情了 再说 阿英的字也得练练 听他这么一说 清衡君也就不管了 小卫英抄家规 抄到害时政才抄完 比平时晚了半个时辰上床 次日坐在课堂上 直打哈欠 可一到下雪 他就又生龙活虎了 领着一帮小弟子去了后山 昨日连累大家罚抄 小卫英心里也是过意不去 这步 又弄起了火堆 支起了小架子 蓝锦仪也跟过来了 看到后大惊失色道 魏公子可千万别再烧书了 小卫英憋着笑 小怀桑赶忙说道 我大哥给我烧来了一袋红薯 今天烤红薯吃 此时 一双玉色彩蝶飞了过来 一上一下 迎风偏仙 瞧着甚是有趣 在那儿 快追 别让他们飞走了 小弟子们的视线 瞬间被吸引过去了 聂怀桑把那袋红薯 往小卫英身边一放 也顾不上帮忙了 拿着自己那把小折扇 就追了上去 小蓝湛站站在远处 看着他们 她不知道该不该上前 她怕像上次一样 因为自己的到来 弟子们被吓得一哄而散了 小卫英眼尖地瞧见了 那一抹熟悉的小身影 连忙哒哒哒地跑过去 欢快地道 二哥哥 我们一起做红薯 小团子乌黑的眼睛里 点缀着期待 星光闪闪 谁也拒绝不了 这样的一双眼睛 小蓝湛微微点了点头 小卫英拉着她的手 边走边说道 大家昨天被我带着授罚都很累了 我想要把红薯烤出来 烤熟的红薯又软又香甜 非常好吃哦 两人在火堆旁坐下 小蓝湛看着小团子 心软又无奈 别人很累了 那你难道不累吗 你昨天明明也抄家规 抄到很晚 卫英 你去休息 我来考 二哥哥 你这几天抄些古籍 也挺辛苦的 还是我来吧 小蓝湛简直无语了 能不能不要总是为别人考虑 浅色的眸子瞥了一眼她 小小的手指勾了勾 道 卫英 来 小团子可爱的移了一声 还以为兰二哥哥的手上有什么东西 猫猫一般凑了过去 没想到小蓝湛将手指曲起来 就敲了敲他的小脑袋 小卫英 啊呀一声 连忙缩回来 水灵灵的大眼睛十分困惑 二哥哥 小蓝湛没好气地收回手指 你这么操心做什么 我们要是觉得累 你难道就不累吗 小卫英小嘴巴微微动 阿英不 话由未了 就被一道冷冷的小奶英给打断 不许说不累 二哥哥这个样子 其实是心疼阿英 想要赶阿英去休息啊 想通的小团子 心里一丢丢的委屈也被抚平 乃声乃气地说道 阿英和二哥哥在一起 就一点都不累了 阿英想要陪着二哥哥 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两久 没有人说话 只有偶尔传出的 噼里啪啦的声响 小蓝湛不擅长这种场面 更不习惯说 让人害羞的话 她淡淡地垂下眼 嗯 红薯总算是烤熟了 香味扑鼻 小蓝湛见小团子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嘴角微微扬起 从架子上挑出了一个 滚烫的触感 让她一连翻换了好几次手 在此期间 腾出空隙来将外皮剥开 奶白的小手 被烫得泛红 她将香喷喷的金黄薯肉 送到小卫英的面前 尝尝 小团子很乖地点头 却没有将她手上的红薯拿走 而是小心翼翼地拖住小蓝湛被烫红的地方 轻轻地吹了吹 二哥哥 还疼吗 小蓝湛收回手 本来就不疼 快吃 小卫英眨巴着眼睛 瞅见了二哥哥乌黑头发下红彤彤的耳尖 知道傲娇的二哥哥是害羞了 她接过红薯 小口小口地吃起来 好好吃 小卫英眯起眼睛 小蓝湛眼里不经意地紧张 这才消散下去 那边的小弟子们 铺蝶 铺得不亦乐乎 这会儿闻到了香味 一个个都凑了过来 啊 烤红薯 大家围坐下来 眼巴巴地看着摆在中间的盘子 有几个就差没有将口水流出来了 小卫英咧开嘴角笑道 这是蓝尔哥哥做的烤红薯 可惜傲娇冷淡的蓝尔公子 丝毫没有注意到小团子的苦心 他站在一旁 面无表情地道 是卫英觉得 你们昨天罚超辛苦了 烤了红薯犒劳你们 小卫英困惑地眨着眼睛 皱着小眉头 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可爱模样 不明白蓝尔哥哥为什么要否认 此时孩子们并不知道 不远处的两大一小三个人 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蓝西尘 弟弟肯定是害羞了 蓝起人 阿湛只是不习惯被人夸奖 清衡君 阿湛怎么能拒绝阿英的好意呢 他想起了第一次见小团子时 他一说 跟他回去 是帮他陪陪孩子 想让自己孤僻的小儿子 也变得开朗起来 小卫英立马就放下戒备 答应跟他走了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善良的小天使 三人相互看了一眼 差点笑出声来 阿英绞尽脑汁的仕途 让阿湛变得合群一点 一人非常努力 另一人不适应这种场面 非要把自己摘出去的目的 不要太强烈 真的好可爱 聂怀桑将手中金灿灿的红薯肉 放入口中咀嚼 又香又甜 好吃得不得了 他重重地点头道 魏公子 蓝二公子烤的红薯 很好吃哦 蓝锦仪也非常给面子 很好吃 另一名小弟子 不甘示弱地凑过来 我也觉得很好吃 明明是我先说的好吃 是我是我 小卫英弯起眼睛 小手牵住小蓝战的一脚扬起头来 二哥哥 大家说你烤的红薯很好吃哦 其实 小蓝战何尝不明白小团子的意图 可别人如何看他 他并不在意 他还是配合的也坐了下来 本视频由编外书从制作 懵懂小娇七 第七集 小卫英弯弯的眼睛像是月亮 点七的眸中闪烁着细碎的星光 小蓝战一眼望进去 便深陷其中 有你一人 足矣 小蓝战在心里对自己说 因为 你是这世上唯一能将冰山融化的小太阳 季春时节 天已亮得很早 用霸早晒 清衡君来到靖市 接走了小卫英 他牵着小团子 就似第一次带他来到姑苏时的模样 一路沉默着 时辰上早 并无太多人出入廊下门中 走过一半 晨间金黄的日光穿透之夜 斑斑勃勃地落在升了台痕的白石上 小卫英终于开口 父亲 清衡君笑道 是不是想问我 带你去什么地方 小卫英摇了摇头 那意思像是不知道 也像不介意 仍是来到了韩室 清衡君将他领至岸前坐下 取出了一条只有层叠云纹的抹额 提举斩绣 坐在他身后 将抹额慢慢地系在他的额间 小卫英望着岸上的银镜 抹额将他的脸孔装点得有些陌生 他向镜中的那个孩子眨了眨眼睛 那个系着抹额的孩子便也眨眼看他 清衡君在他头顶轻轻地辅了一下 道 阿英 之所以今日才为你系上抹额 是想让你先习惯一段时日 那天在后山 见你和阿湛相处的愈发融洽 他顿了顿 面上闪过一丝欣慰 待你年满失误 若你们依然情义相投 便以道理之名 若然是族谱 可好 小卫英仰起脸看着他 点了点头 片刻后 却说道 父亲 我可不可以 不配戴魔 为何 清衡君亚然 小卫英低下头 思考了一会儿 嫩声道 不随我心 清衡君沉默半赏 也罢 但这条妈鹅 你需收好 它代表了你是姑苏兰氏的一份子 清衡君送他回房 路过兰氏时 小家伙好奇地探了探小脑袋 问道 父亲 我何时要进去这里听学 清衡君道 现在还小 再过几年吧 小卫英壮似遗憾地 呕了一声 清衡君轻笑道 要不 今日先让你旁听一回 好 小家伙点点头 各仙门世家时常走动 聂明觉今日 随父亲来到云深不知处 顺道看望一下自己的弟弟 两人走着走着 就见一道白色的小身影 正往蓝氏而去 聂明觉也是 很久没见小蓝湛了 连忙招呼道 阿湛 是赶着去向你叔父请教功课吗 小蓝湛停下脚步 对着他行了一礼 聂明觉一回一礼 道 真是个刻苦的好孩子 怀桑 你为什么就不能像人家蓝二公子学习呢 聂怀桑把小书带往肩膀上一甩 吹了一记口哨道 只怕 人家现在不是去见叔父 是去接媳妇吧 什么情况 聂明觉瞪大了眼睛道 我这才两个月没来 小蓝二竟然连媳妇都有了 则 弟妹尝什么样 能够打动我们蓝二公子的 肯定是个特漂亮的小仙子吧 聂怀桑一想到小卫英那模样 确实是好看又可爱 但问题是 压根就不是小仙子啊 可一看自家大哥那好奇的样子 他决定先不说 逗逗他也好 便故意卖关子道 漂亮是挺漂亮的 不过吗 不过什么 聂明觉忙不迭地追问 聂怀桑挑了挑眉 不告诉你 想知道自己去看 怀桑 你耍我呢 聂明觉忍不住炸毛道 聂怀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是真的啦 我哪敢耍大哥你啊 也是 聂明觉挠了挠头 随即催促道 走走走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一堵弟妹的花容月貌 聂怀桑心道 希望到时候 你不会把眼珠子瞪出来才好 蓝师下课 要比小弟子斑晚半个时辰 小蓝湛担心小卫英不习惯 特意在秀里揣了个顶饿的苹果 弟子们陆陆续续出来了 小团子刚一露头 小蓝湛就看见了 连忙叫他 卫英 过来 小卫英一见识兰二哥哥 立马飞奔了上去 小蓝湛拉起他的手 小心翼翼地掏出那个苹果 小卫英咧嘴一笑 我就知道 二哥哥不会让我饿肚子的 说完 巴基一口亲在了小蓝湛的脸上 这一幕 刚好让聂明觉给看见了 他张大了嘴 不敢置信地喊道 这位小公子 你竟然亲了蓝二公子 小卫英眉头一皱 我以前也这么亲过二哥哥呀 怎么了吗 其他的弟子听到惊叹声 也一个个地把好奇的目光投了过来 他是你亲哥吗 聂明觉一脸疑惑地问 只知道 姑苏兰市有两位嫡公子 没听说过 有蓝三公子啊 再说 他俩长得也一点都不像啊 自然不是 小卫英歪着小脑袋看他 聂明觉瞥了他一眼 并不打算和这个团子一般计较 他没有忘记自己跟过来的目的 所以 说好的蓝儿他媳妇呢 聂明觉把小蓝湛的前后左右都看了一遍 也没有发现一丝目标 忍不住扭头问旁边的聂怀桑 你小子快说 弟妹到底在哪呢 小怀桑挑眉 这不手上牵着呢吗 聂明觉盯着小蓝湛手里牵着的小团子 发现自己的脑子有点不太够用 下巴都给惊掉了 一脸怀疑人生的表情 你说 他就是蓝儿公子的媳妇 聂怀桑小鸡啄迷似的 直点头 聂明觉把惊掉的下巴又默默安了回去 再想到自己刚才的态度 不由生出几分歉意 走上前 友好的微笑道 小公子 方才唐突了 小卫英也冲着他扯了一抹大大的笑容道 没关系 大哥哥 你长得真鹦鹉 小卫英是严控 看到长得好看的人 就会自来数 聂明觉还是头一回 碰到说话这么直白的小团子 微微愣了一下 忍不住笑道 谢谢 小蓝战偏了小卫英一眼 莫名地想起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这个团子也是冲上来 就夸自己好看 此刻一见 他看聂明觉的眼神 不自觉地醋了醋眉 聂明觉觉得这小团子挺有趣的 可心中好奇依旧 还是想听他亲口确认一下 于是俯下身 低声询问小卫英 小公子 你跟蓝儿公子什么关系 小卫英想起了早上父亲对自己说的话 又想起兰儿哥哥曾经嘱咐过 以后不可以再对别人说我们是道旅 故而 原本到嘴边的他是我道旅的话 硬生生地打住了 旋即朝对方露出了一个礼貌的笑容道 兰儿哥哥的父亲 也是我的父亲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小蓝湛身体明显一僵 朋友 这个团子不是一直说自己是他的道旅吗 什么时候变成朋友了 是因为聂明觉 想到刚才小团子对着聂明觉一脸崇拜的样子 小眉头忍不住微微皱起 聂明觉一听说两人只是朋友 眼中不由地闪过一抹差异 再一看小团子头上并没有佩戴抹额 随即释然了 兴许是清衡君刚刚收养的义子吧 又忍不住看了小蓝湛一眼 眼神里带了几分赞许 怕新来的弟弟饿着 还知道给弟弟送吃的 原来兰儿公子不过是看着高冷 骨子里还挺有爱的呀 聂明觉正感慨着 就看到兰儿公子突然抬起头 冷冷地看了自己一眼 他莫名地感觉到一丝寒意 冷不丁一个机灵 随即反应过来什么 一脚踹向聂怀桑道 我就说嘛 阿湛才多大 能有媳妇 说 你小子是不是故意耍我 聂怀桑在小卫英的话音刚落时 就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此时不妨被踢中 疼得呲牙咧嘴 魏公子 你害死我了 他掉头就跑 臭小子 你站住 聂明觉在后面追 小兰站的脸上很快又恢复了一贯的淡漠 看了小团子一眼 去吃饭吧 说完 便头也不回地一个人离开了 小卫英傻眼了 站在原地愣了愣 随即才迈着小短腿 朝对方追了过去 一边跑一边喊着 二哥哥 等等我 听见小团子的声音 小兰站 步子顿了顿 虽然没有停下来 不过脚下的步伐 却是不自觉地放慢了许多 饶事如此 小卫英还是跑了好长的路 才追上对方 只不过 一路上任由他说什么 兰二哥哥都没在理他 小兰站一直到饭堂门口 才开口说话 你在外面等我 看了一眼二哥哥进去的背影 小卫英忍不住悄悄 鸣起了唇角 他好像又惹兰二哥哥生气了 是不是 兰二哥哥真的不喜欢自己啊 魏小公子 这时 几个有些眼熟的身影 出现在门外 正是之前在兰师外围观的大弟子们 师兄好 小卫英乖巧地和众人打招呼 众人看着软蒙可爱的小团子 忍不住就想要逗一逗他 魏小公子 在等你家兰二哥哥呀 要不要师兄带你进去 魏小公子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 把小团子围在中间 一个个地都抢着和他说话 小卫英正要开口 手腕上突然一紧 小兰站从饭堂里面出来 一言不发地 把小卫英从众人中间拉了出去 走了一段路后 将一个小饭盒塞进他怀里对他道 你可以回去了 小卫英抱着饭盒 没动弹 盯着小兰站的侧脸看了半声 不安地道 蓝二哥哥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小兰站手指微全 神色淡淡 没有 小卫英微微皱着眉 一脸控诉地看着他 那蓝二哥哥为什么生气 我没有生气 小兰站说道 你明明就有 小卫英嘟着嘴 水汪汪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 蓝二哥哥是不是讨厌我 我说了没有 小兰站避开他的视线 板着小脸道 小卫英看着他的脸色 忽然想起了之前曾问过对方的 你喜不喜欢我 当时 对方的回答是 没有不喜欢 所以 蓝二哥哥并没有直接承认过 喜欢自己 小卫英决定 今天一定要问个清楚 蓝二哥哥到底喜不喜欢他 小团子的脾气也上来了 当即鼓着腮帮子道 那我问你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说完 眼睛一错也不错地盯着他 小蓝站看了他一眼 薄唇微微明起 许久 清冷的小乃英 在小卫英耳边响起 不喜欢 小卫英的眼眶瞬间就红了 原来蓝二哥哥真的不喜欢他 小团子抬起一只手 捂着心口的位置 感觉那里一抽一抽的 真疼啊 他雾蒙蒙的大眼睛 看着小蓝站 好半场 才挤出一抹笑 我知道了 蓝二哥哥 谢谢你告诉我 我回去了 说完 转身 飞快地跑走 小蓝站看着他的背影 薄唇抿成了一条直线 最终僵硬地转过头 聂明觉每次来蓝市 除了看望自己的弟弟 都会找上蓝西成聊一聊 蓝西成听他说了 今日在蓝市外的一幕 心中暗暗较糟 也顾不上和他切磋了 赶紧找了个由头闪人 去寻小卫英 来到小弟子班 就看到小团子 沮丧地趴在桌子上 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阿英 你没事吧 小卫英不想让蓝西成担心 便朝着他笑笑道 没事啊 这话骗鬼 鬼都不信 蓝西成摇摇头 指得又过去了晴修班 阿湛 你是不是欺负阿英了 他拧着眉看着自家弟弟 脸上满是担忧 卫英怎么了 小蓝战一致 想到小团子红着眼睛的样子 澄澈的浅眸里 忍不住闪过一丝懊恼 他现在肯定很生自己的气吧 白皙的小脸上 脸色越发苍白 垂在身侧的手 不由自主地握紧 蓝西成叹了口气 摊上这么个弟弟 他这当兄长的 也是操碎了心 一下午 小卫英都没有再出现过 一下午 小蓝战都心不在焉 小蓝战晚上才回到静视 走到门口的时候 不自觉地停了一下 这个时间 小团子应该还没睡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他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伸手推开了门 意料之中 房间里空荡荡的 一个人也没有 害时了 准备救起 他第一反应是 转头看向床塔 那里已经没有了 那个小小的身影 躺到床上 万万没想到 平时的作息规律 竟然不管用了 自己不但没有丝毫睡意 反而还很精神 身边没有软萌萌的小团子 莫名地有种不安的感觉 第二天早上 蓝西成和小卫英 一起在饭堂用膳 阿英 你真的要放弃阿湛了呀 不然呢 小卫英搭拉着两只脚 一双大眼睛 依旧灵气十足 只不过明显少了几分斗志 可是你之前不是还很喜欢他 说要给阿湛做道理的吗 蓝西成一脸忧愁地看着他 想到自己那有可能一辈子单身的弟弟 忍不住试图想要再替对方挽救一下 小卫英撇了撇小嘴 声音里带了一丝委屈道 我是很喜欢他呀 可是 好像我一个人喜欢也没用 我已经很努力了 蓝二哥哥还是不喜欢我 我有什么办法 小蓝湛跟聂怀桑刚好走过来 闻言 身体明显一顿 旁边 聂怀桑侧过身 似笑非笑地看了身边的某人一眼 小蓝湛面无表情地站着 垂在身侧的手指 微微拳了拳 不是说 不会放弃的吗 还是说 他对自己真的只是一时兴起 蓝西辰诧异地看着弟弟 今日晨练之时 他明明见到弟弟 独自一人出了山门 没想到 这么快就回来了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懵懂小娇妻 第八集 小卫英一回头 也没料到 居然会遇到蓝二哥哥 二哥哥不是一向在进食用早膳的吗 还被蓝二哥哥听到了他的话 小团子立马从凳子上跳下来 善善地看了对方一眼 小蓝湛也在看着他 那个 我吃完了 再见 小卫英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 下意识地就想要离开 等一下 错身而过的瞬间 小蓝湛突然叫住了他 然后 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饭盒递了过来 小卫英猛猛地接过 小蓝湛揉了揉他的脑袋道 好了 去吧 小乃英依旧清冷淡漠 他却莫名地听出了一点不一样的味道 小卫英捧着饭盒往外走 蓝西沉见状 也赶紧跟了出去 小蓝湛盯着他的背影看了片刻 这才转过身 一旁的聂怀桑忍不住言语道 我说 你这到底在唱哪一出呢 之前人家围着你打转 你挨搭不理 现在看到人家不打算要你了 开始着急了 小蓝湛冷冷腻了他一眼 随即迈步朝前走去 聂怀桑自言自语道 傲娇一时爽 追妻 哎 他昨晚见小团子又住在了小弟子的寝室 就猜到这两人又闹别扭了 旁敲侧击地打听出了一些端倪 再结合白天蓝室外的情形 聂怀桑这个小人精立马就明白了 是怎么一回事 蓝二公子之所以会撂下那句狠话 一半是傲娇使然 另一半只怕是被极度的小火苗给拱上头了 小卫英走到门外 打开那个饭盒 剑里面是两个热腾腾的包子 面粉混杂着肉香 诱人得很 肉包呀 小团子眼睛一亮 蓝西辰凑过去看了一眼 随即俯下身 神神秘秘地在他耳边道 阿英 我偷偷告诉你 这包子是阿湛今早特意下山买的 啊 小卫英一双大眼睛 立马瞪得圆溜溜的 那蓝二哥哥 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 蓝西辰意味深长地道 阿湛一直就很害羞的 小卫英愣在原地 想着这句话 半天才回过神来 小蓝湛从饭糖溢出来 就瞧见了傻站着的小人 忍不住微微勾了勾唇角 只一瞬又恢复如常 从他身边走过 蓝二哥哥 你等一下 小蓝湛转过身 看向他 小卫英眨了眨眼 问道 你下山 是专门去给我买包子的吗 不是 小蓝湛抿着唇否认 小卫英圆圆的眼睛 弯成月牙状 笑嘻嘻地看着他道 你骗人 我都知道了 你就是喜欢我 你还不承认 小蓝湛耳后跟忍不住 泛起一抹红韵 面上却是毫无表情地道 我说了 我不喜欢你 信不信有你 说完 转身快步朝着对面走去 没走两步 就听着小团子清脆的小奶音 在他的身后大声响起 蓝尔哥哥 你不用不好意思承认 我知道 你肯定是喜欢我的 你不说也没关系 我知道就好 小蓝湛几乎落荒而逃 扑哈哈 聂怀桑正慢悠悠地从饭堂里出来 刚好看到这一幕 不厚道地笑出了声 小蓝湛脸色顿时更黑了 他觉得自己的小脸 已经彻底没地割了 从他们还是小婴儿时的第一次见面 直到 今是今日 自己这辈子 注定是栽在这个团子手里了 聂怀桑看了一眼小蓝湛离开的方向 走上前去 拍了拍小卫英的肩膀 神秘兮兮地道 你是不是觉得 蓝尔公子最近怪怪的 小卫英点了点头 就像是刚才还阳光灿烂 然后莫名地就乌云密布 翻脸简直比翻书还快 小怀桑两眼放光 仿佛发现了什么新奇玩意儿似的 说道 我告诉你 蓝尔公子的这种表现 就是吃醋了 吃醋 小卫英眨了眨眼 什么是吃醋 醋好吃吗 这个问题 问他这个单身狗 真的好念 话本子上说 吃醋就是表示喜欢一个人 害怕对方被别人抢走 心里面会酸酸的 就跟喝了醋一样 聂怀桑解释道 小团子似懂非懂 咦 之前有女修小姐姐找了二哥哥 阿英心里酸酸的 原来就是吃醋了呀 小卫英决定 要去找拿二哥哥问问看 今天没有课夜 小兰湛回到房间 拿起之前看到一半的书 随手翻了两页 发现还是静不下心来 身后 支哑一声 房门被悄悄推开 一个小脑袋叹了进来 小兰湛听见动静 猛地回头 熟悉的清卵小奶英响起 二哥哥不理人 自己跑了 不过看在你给我买包子的份上 我送二哥哥一个礼物 小卫英说完 就像变戏法一样 从怀里掏出了一只小兔子 提着耳朵抓在手里 像拎着一团蓬松的雪球 雪球还在胡乱弹腿 小兰湛接了过来 连她自己都没注意到眼里的欢喜 放在臂弯 轻轻抚摸 手上动作是与神情截然不同的温柔 小卫英主动爬到木暗旁的清袭上坐下 也不说话 双手脱腮 大眼睛一眨 不眨地盯着她 嗯 兰儿哥哥 真是什么时候都好看 撸兔子的样子也好看 小团子虽然年纪小 但那眼神实在太有侵略性了 完全不加掩饰 让人想装作看不见都不行 小兰湛不自在地抬起头盗 看够了吗 小卫英下意识地摇头 没有 兰儿哥哥长得这么好看 阿英一直看也看不够 小兰湛有些无奈地瞅了她一眼 嘴角却止不住微微上扬 小卫英捕捉到了她的一丝笑意 顿时眼前一亮 兰儿哥哥 你笑了 是不是就不生气了 被她这么一说 小兰湛瞬间冷下一张小脸 我没有生气 小卫英嘟着嘴道 你明明就生气了 昨天一直都不理我 聂怀桑说你是吃醋了 是这样的吗 我没有 小兰湛下意识地否认出声 耳根却不由地悄悄泛红 小团子翩翩一本正经地道 兰儿哥哥 你不用不好意思承认 我不会笑话你的 之前有女修小姐姐来找你的时候 阿英也吃醋了 心里酸酸的 所以粗一点也不好吃 阿英也不喜欢吃醋 小兰湛白皙的小脸上浮现出一抹红韵 似乎被说中了心事 有些恼羞成怒 瞪着她道 我都说了我没有 小卫英冷不丁被她突然提高的声音吓了一跳 反应过来后 委屈地扁了扁嘴 没有就没有 干嘛那么凶 兰儿哥哥坏死了 说完 从清袭上跳了下来 扭头朝着外面跑去 看着小团子红着眼眶跑走的身影 小兰湛脸上忍不住闪过一丝傲骂 第二天 聂怀桑和小卫英一起从小弟子搬离出来 聂怀桑 魏公子 你今天也不去等人吗 小卫英撅着小嘴道 不去 他还在生气呢 二哥哥好傲娇 好冷淡 还凶凶的 是来二公子 突然听着聂怀桑小声道 小卫英也眼尖地瞧见了 哼 他还没有决定好要原谅对方呢 当即冲着聂怀桑道 我先回去了 说完 背着小书带哒哒哒地朝前面跑去 嗯 不能和兰儿哥哥碰面 不然 他怕自己会忍不住扑上去 只不过没跑多久 小家伙一不留神 踢到了路面上一个翘起的石块 啊呀一声扑倒在了地上 小兰湛还是忍不住来找小卫英 没想到小家伙一看到他 居然掉头就跑 紧接着就见小家伙摔倒了 趴在地上半天没爬起来 心里咯噔一下 小兰湛赶紧走上前 把小团子从地上拉了起来 透过白色的校服 小卫英的膝盖和手肘处 隐隐有红色的血迹渗处 小兰湛面色一沉 在小团子面前蹲下道 上来 我送你去看医师 小卫英觉得膝盖疼 手肘也疼 浑身都很疼 都是兰尔哥哥害的 想到这里不由地红了眼眶 赌气道 不用你管 小兰湛有些无奈地看着他 见他眼眶里含着泪 膝盖和手肘应该都蹭破了 却忍着不出声 一看就还在生气 小兰湛醋了醋眉 对他道 别闹了 你的伤口必须由医师处理 不然恐会影响今后预见 这个团子平时那么要强 听到遇见受影响 肯定不乐意 果然 小卫英的脸上 明显闪过一丝害怕 可是一想到昨天 兰尔哥哥凶他 又不由地倔强地撇过头 扁着嘴部说话 他才没有再闹 明明就是兰尔哥哥不对 小团子越想越委屈 原本还忍着的眼泪 刷得一下便掉了下来 越掉越多 小兰湛一看到他的眼泪 就感到胸口被什么东西 给堵住了似的 薄唇紧敏 许久 说道 对不起 小卫英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飞快地扭过头去看他 长长的睫毛上面挂着泪珠 要掉不掉 样子看起来迷糊又可爱 一颗心墨地变软了 小兰湛在心底轻轻叹了一口气 帮他抹去挂在睫毛上的泪滴 柔声哄道 对不起 我不该那样和你说话 别再生气了好不好 旁边 聂怀桑直接睁大了眼睛 他没听错吧 兰二公子居然也会和人道歉 小卫英这下确定了 二哥哥是真的在跟他道歉 不由养着小脸傲娇地冷哼了一声 你亲我一下 我就原谅你 小兰湛的身体忍不住一僵 扑斥一旁的聂怀桑飞快转过身 用手捂着嘴 以免自己笑出声来 肩膀抖个不停 小兰湛抿着唇 看着他不语 小卫英被看得心虚不已 想着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 可是 在小团子的认知里 别人是很喜欢他的亲亲的 以前他亲阿娘的时候 阿娘总会回亲他的小脸颊 他不止一次地亲过二哥哥 二哥哥却从来不知道礼尚妄爱 说来说去还是不喜欢自己 小团子在心里计较了半天 捶了捶脑袋 突然耳边响起了清淡的小乃英 好 小卫英愣了愣 圆圆的眼睛顿时睁得大大的 小脸满是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二哥哥答应了 小兰湛不自在地轻咳了一声 道 嗯 不过不是在外面 小卫英立马把小脑袋点得跟波浪鼓似的 嗯嗯嗯 那我们回家后再亲 不给他们看 旁边的聂怀桑内心忍不住叫嚣 阿卫 谁要看了 别说的他们跟偷窥狂似的好不好 不过 还真的挺想看的 也不知道某人主动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泽泽 上来吧 小兰湛再一次看向小团子 哼 小卫英这一次没有再拒绝 乖乖地趴到了小兰湛的背上 走了没几步 背上 响起了小团子软软糯糯的声音 蓝二哥哥 你有没有想我 小兰湛没有回答 虽然才一天没见 可从小家伙跑出去开始 他就再没有心思做别的事情 脑子里一整天都是他的样子 想着自己的态度 是不是真的很不好 想着他是不是生气了 想着他会不会还在伤心 想着他以后会不会不再喜欢自己了 小卫英见他闷头不吭声 微微撅着嘴 不满道 可是我们一天都没有见面了呢 他那么想来二哥哥 二哥哥怎么可以一点都不想他 小兰湛将他往上拖了拖 严肃道 要走快点了 你不饿吗 早点看完医师 去吃饭 小卫英趴在他的背上 表情有些黏黏的 走了两步又不死心地问道 兰儿哥哥 你真的不想我吗 一点一点都不想吗 哼 我不信 小兰湛嘴角微微弯起了一抹 不易察觉的弧度 悄悄在心里说 想你 我和你送的兔子都想你 按照先门惯例 年满十岁便可随长辈外出历练了 兰西辰每次叶列回来 都会来到静世 兴奋地给小兰湛和小卫英 讲一路的所见所闻 小卫英双手脱腮 比在小弟子班听先生讲课还要认真 很是向往 央求了很多次后 清衡军终于答应 让兰西辰带两个孩子出门历练一次 虽说去的只是金家的围猎场 但也足以让小卫英欢欣雀跃了 当日 猎场入口已聚集了不少人 一瞬间 树道先见见光出窍 有人各自选了方向遇见如山 也有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山里走 小兰湛牵着小卫英的手 沉浸的阳光透过错密繁杂的枝叶 在两个小儿的身上落下斑斑薄薄的日影 阳光暖暖地俯上后颈 忽听了什么人唤他们 兰二公子 请留步 两人顺着声音看过去 是三个金家小女修 旁边的两个望过去 看得见眉间的一点朱砂 最中间的那个未点朱砂 念带笑容 虽陌生却亲切 宗主怕两位小公子遇上难缠的邪碎 特意派我们过来照看 说话的是中间的那名女修 小卫英呼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 大大方方地冲着他们打招呼 姐姐们好 几名少女乍一件 如此软萌可爱的小团子 顿势不淡定了 兰二公子 你弟弟好可爱 好小好软萌的一只 好想抱回家 则 看得我也想要一个弟弟了 小蓝战神色漠然 仿佛在听一件 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 至于小卫英 被夸奖了 也没有很高兴 他才不要做兰二哥哥的弟弟 可是又不能说是兰二哥哥的道理 小家伙嘟了嘟嘴 歪过小脑袋 正好看见侧面草丛里 一个一闪而过的白毛小金怪 二哥哥 我去去就来 小卫英钻进了草丛 抓那小金怪去了 小卫英钻进了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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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卫英钻进了草丛